721,三界外的豁免判定,休,传起,世界重新亮起,大宇喋喋不休地说着,让你给我喋点雨征就这么难吗?还有,我给小宇写的信,你也给我叠成了小只娃,如果我有罪,那就让法律来制裁我,而不是让你来折磨我。 这时,大宇看了一眼沁尘和李淑桐,闭口不言了,泽尔队欲拉着脑袋,很明显穿越之前,大宇就已经叨到很久了。李淑桐看向沁尘,生死观顺利吗?还没完成,沁尘说道,陆岛勾结了海外修行者来劫杀我,目前只是试探了几次,估计是算好了穿越时间,不想在穿越之前动手。李淑桐问道,他看着徒弟脸上的逆呼吸数纹路。你已经开启逆呼吸数了。 假的冰文,沁尘解释道,这一次,有人泄露了我,生死观的部分信息,我怀疑也是那个傀儡师所为。那个傀儡师,很了解歧视传承,甚至知道,我们要开启逆呼吸数,这个人的太深,很有可能还是个老古董,他不死,我们不会安宁的。请您帮我想想,都有哪些财团和组织,能够知道逆呼吸数这个细节。说话间,他脸上的冰蓝色纹路褪去,显露出本来面目。逆呼吸数,是个很关键的信息。 沁尘在小张导游组织的沟通会里,显露逆呼吸数,就是想看看对方掌握了多少信息。现在他确认了,对方是知道逆呼吸数的。 其实生死观的地点,除了青山绝壁以外,被人知晓了也无所谓。青山绝壁作为骑士之路的起点,在002号禁忌之地里,如果有人想来搞事情,必死无疑,大家知道了也没办法。 而其他的生死观,天下名山大川那么多,能完成生死观的地方少说上百处,只要隐匿行踪。你总不可能在上百个地方蹲守我。这次你蹲到我了,那我干脆不挑战,直接换一眼地方就好。 但是逆呼吸数不一样,开启逆呼吸数的时间里,其实是最脆弱的。如果当初大长老知道这个秘密,或许李淑童根本没法拿捏着对方当向导。 这个信息泄露,是致命的。李焦童陷入沉思首先排除沁氏,沁氏知道我们三处生死观的挑战位置,但他们并不知道逆呼吸数。 也排除神代,鹿岛自己掌握了情报。他们调查歧视很久,但并没有机会知道逆呼吸数这样的秘密。李淑童继续说道,剩下的陈氏, 李氏,李氏,都出过好几位骑士,有人可能说漏嘴过。 沁尘看向大宇,大宇挑挑眉眉,你看我做什么,我可不是什么老师子傀儡师,而且我也不可能和陆岛,神代联手。 嗯?沁尘疑惑道,你跟陆岛和神代有仇?我跟他们没仇。大宇撒撇嘴说道,不要尝试探听我的秘密。 我知道你脑子好使,别用在我这里。沁尘摇摇头对大宇说道,我不是怀疑你,你是城市的核心人物。 我想问问你,你是否知道骑士逆呼吸数?我不知道。大宇摇摇头,没听说过。看来,在陈氏也只有最少数人知晓。 沁尘说道,如果信息是从陈氏泄露出去的,那么陈氏最核心成员里一定有傀儡存在。大宇,你要小心了。 大宇听了之后,神情一领,先前他是看热闹似的看待这个傀僵尸,但如今,他也意识到,这个傀儡师的势力恐怕已经盘根错节,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威胁。 最关键的是,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将其他人变成傀儡的,防不胜防。万一有一天,他也被变成傀儡了怎么办?大宇干脆直接地问道,如何杀他? 沁尘摇摇头说道,这件事情,我来办。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先解决陆岛与海外势力的这次联手。有人帮忙吗?李淑彤问道。 骑士是最喜欢打群架的,所以预知道沁尘将要战斗,第一件事情就问有没有人可以帮忙。沁尘回忆起那位云罗公子来,有一位,朋友。有人帮忙就行。李淑彤说道。 这时,天空有鸟类鸣叫,沁尘抬头看去,赫然是青山笋来了。青山笋鸣叫一声,揪,揍。李淑彤,老家伙们喊你回去。他们想到,哪里还有禁忌物了。赶紧去想办法抢回来,可不要让沁尘那小子继续用这个事情拿捏大家了,等大家凑齐禁忌物,好好教训。下那小子,咦,沁尘也在,背他。听到了。李淑彤感慨道。你这傻鸟,脑子里除了撩猪雀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沁尘看向他。嗨嗨,李淑彤站起身来,我这就带两个A级魁将去002号晋级之地。说完,这位半神便追看青山笋鸣去了,头也没回。这时,赫尔地看向沁尘,左轮手枪呢?让我试试吧,我运气一向很好,说不定一枪就能晋升半神了。沁尘绝摇头,左轮手枪给泱泱了,带到他寻到机会突破A级或者半神,找到了自己融合世界意志的路,我再将左轮手枪拿回来。 幸好好吧。沁尔地有些惋惜说道,那另一个禁忌物呢?话说,我都还没有禁忌物呢?怎么没人送我个禁忌物? 沁尘打量着ZNRD,对方像一个小孩子似的脸上充满了遗憾,还有一点委屈。时不时的眼光还蓄向大雨,充满了暗示。 大雨坐在篝火旁看向天空,全当没有听见。 一只大雨手里有两个禁忌物,一个是操控语验的,一个则是恶魔邮票。 这两个东西是大雨的底牌,不可能给ZNRD的。 沁尘想了想,从兜里拿出了禁忌物A043心理医生的手术刀。 他对ZNRD说道,这个送给你,请好好珍藏。 他是我哥哥送我的礼物之一。 ZNRD愣住了。 可以吗? 可以。 沁尘点头。 他与ZNRD已经合作很多次了。 说实话没有ZNRD的话,他恐怕已经死过一次了。 ZNRD曾以自己受伤为代价,帮他保住了紫兰星。 也曾以手臂诱化为代价,帮他战斗。 所以,沁尘早就把ZNRD当做了真正的朋友。 这段友谊的价值是禁忌物无法比拟的。 ZNRD感动道,这就是我们的定情信物了对吧? 电影里都这么演的。 沁尘说道,要不你还是还给我吧。 ZNRD赶忙将手术刀藏在怀里,乐呵呵说道,那可不行。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件礼物啊。 竟然还是一件宝贵的禁忌物,以后我的生日就是今天了。 沁尘愕然,这什么逻辑? 7ADHR和解释尊,小时候,其他小朋友都有生日礼物来着,就我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决定,哪天收到人生第一个礼物,哪天就是我的生日。 这样,这个礼物就是我的生日礼物了。 沁尘听着这混乱的逻辑,忽然沉默了。 他没想到,一件礼物竟然对ZNRD来说,如此重要。 沁尘说道,这件禁忌物是最适合你的。 他创伤了敌人之后,会给对方造成无法愈合的伤口。 对方余下的后半生,只能每天忍受伤口的折磨,时间久了,还会伤口感染。 抑或是得败血症而死。 而你,是,免疫物理伤害的。 这件手术刀,沁尘是不能用的。 三界外虽然可以豁免刀伤,可问题是,三界外的收容条件,是不能杀人。 所以,鬼知道敌人中了刀伤之后,哪一天会死。 沁尘总不能一直摘掉三界外,等对方死去吧。 ZNRD拿着手术刀,宝贝的步行,最后小心翼翼地塞到了自己那个,如同储藏事事的身体里。 谢谢老板。 ZNRD又看向沁尘,老板,你那个剪影呢,拿出来试试啊。 沁尘点点头,他从兜里掏出那把剪刀端向起来。 剪刀通体银白色,就像是手术用的剪刀一样,造型并无特别之处。 他尝试着剪断自己的影子,但是剪子从影子上穿过,什么都没有剪断。 大宇皱眉,假的禁忌乌。 沁尘看了他一眼,默默地摘掉了三界外,这才重新拿剪刀将影子剪断。 下一刻,他的影子竟然活了过来。 沁尘只觉得,自己心里突然多了点什么,似与这影子心灵相接。 影子是有一些自主行为意识的,但完全接受他的操控。 沁尘操控着影子,翻了几个空翻,然后又尝试了一下力量的极限。 却见影子一拳锤在地上,沁尘只觉得自己本体的拳头一阵疼痛, 而地面则以影子为中心,均裂开来。 影子所感受到的疼痛,会直接传递到本体身上。 沁尘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地分析着,实力是完全对比本体的,但是无法复刻能力。 这就相当于,沁尘随身带了一个B级基因战士,而且是很强的战士。 此时的沁尘,骑士等级为B级,觉醒等级为A级, 但似乎受觉醒,修行双向开发潜力所限,觉醒并没有给他增长身体素质。 这时,沁尘又在想一个问题,这玩意该怎么卡包的呢? 沁尘盯着剪影,下一秒他看向Zerde与大宇。 既然可以剪自己的影子,那是不是也可以剪别人的影子? Zerde眼睛一亮,妙啊,快快快,把我和大宇的影子剪断,我也想操控影子完。 沁尘走到两人身边,抬手便真的剪断了两个人的影子。 只见两团影子分别揉合成一个圆形的黑影,而后立体的影子身体便生长出来,从二维变成了三维。 可是一变突生,那两个刚刚成型的影子竟死死盯着沁尘,爆发出无穷的杀意来。 在场所有人都是A级高手,自然能用D6感感知道这一切。 大宇顿时就幸灾乐祸起来,天想着卡Bug,这下卡到自己了吧? 原来剪别人的影子,竟然会直接导致别人的影子追杀自己。 我看你以后天卡不安,Bug7,这是两个A级影子。 你稀厄跟他们踢选吧,下花线可视。 大宇把话说完之后,却发现,沁尘不慌不忙地重新带上了三维腕。 大宇。 于是大宇便看到,他和Zer的影子只是盯着沁尘,却迟迟没有动手。 是三维Y的豁免效果出现了。 按照剪影的判定,两个A级影子要杀沁尘,但三维Y豁免了这个判定,导致两个影子盖住了。 下一刻,却见那两个影子无法对沁尘动手,竟是骤然转头看向大宇和Zer的更加愤怒地爆发着沙意哀。 卧槽,沁尘你可做个人吧?你们其实都做个人吧? 大宇一下子从篝火旁爬起身来,转身往荒野上跑去。 而那两个影子则分别追杀着他们的主人而去。 速度又快又急,动若雷霆。 大宇怒吼,沁尘,我跟你特么的势不两立。 却见Zer的和大宇在前面跑,两个影子在后面追,沁尘则跟在两个影子后面观察。 两个影子愣是将前面俩人追出上百里地去。 沁尘倒是不太担心这俩人的安全问题,毕竟影子是不可能战胜本体的。 他们没有思考能力,也没有超凡能力,只有强大的体魄。 这个Bug卡的可太有意义了呀,有多少敌人就能产生多少影子来帮忙,敌人越多,影子就越多。 三界外果然是个好东西。 你俩为啥不是着把自己的影子杀了呀? 沁尘喊话问道。 此时,大宇一边跑一边喊道,Zer,你杀你的影子,我杀我的影子,一起动手。 然而,Zer却有些为难,他是我的影子物,他那么可爱,我怎么可以杀他? 神经病啊,你和沁尘一样都是神经病啊。 大宇怒吼道。 你来杀我的影子,我去杀你的影子,这样总想了吧。 Zer还是很为难,可你的影子也很可爱啊。 大宇快被沁尘和Zer给气死了。 沁尘在后面坠着喊道,别再犹豫了,一起动手。 说着,沁尘具现出黑居来,以电磁加速模式轰出一枪, 这电磁炮的威力猛烈如恒星,竟是一下子贯穿了Zer的影子的头颅。 影子只顾着追杀Zer,根本没有躲避弹道。 轰隆一声,影子破碎后落在了地上,宛如一潭流水似的朝Zer的脚下汇聚过去,重新化作了正常的影子。 这影子只要被击碎,就会重新化成新的影子。 影子中枪后,Zer大叫一声,哎呦。 他捂住脑袋,像是后脑勺上挨了一颗子弹似的,嘴里却还喊着,谢谢老板。 大鱼反身朝自己的影子迎去,他生气喊道,不用你帮忙,我自己来医。 说话间,他与影子交错而过,却见大鱼在短短一秒之内连续出手十多次, 全权击打在影子的要害之上。 大鱼顶着疼痛,却面色不改。 这得是心智极其坚定,且见惯了生死与疼痛的人才能做到的。 可是,影子并没有死去,反而生龙活虎地反手给大鱼还击了七八拳,差别打得大鱼吐血。 Zer的好奇道,什么情况? 刚刚击打十多次要害,这影子早就该死了呀。 庆辰思索片刻提醒道,眉心,眉心才是弱点。 大鱼气不打一出来,你这么早点说。 只见他再次与影子错身而过,这位陈氏画师忽然展现出不符合画师身份的力量来, 以食指如雷霆,凶狠地点在了影子的眉心之上。 喷的一声,大鱼的影子被戳中眉心之后也爆裂开来,重新化作正常影子随光而动。 庆辰默默地看着住,大鱼不简单,对方似乎除了操控折纸的禁忌物,陈氏画师传承之外,还有其他的底牌。 大鱼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他没好气地瞪了庆辰一眼。 你下次卡报的时候,离我远点啊,睡觉。 所以,这两人的影子也和我的影子一样,所受到的伤害也会以疼痛的方式反馈回去,但只有痛觉没有真正的伤害。 庆辰分析道,三个人没再回篝火那边,实在离得太远了。 他们原地休整,打算等天亮了,再回荒野人聚居地。 庆辰和焕鱼两个人隔了有十多米远,谁也不搭理谁,距离感十足。 天了,庆辰忽然听见了诡异的声音,他抬头看向天空,赫然见到有七艘浮空飞艇飞在高空,对方原本引在云中。 这时,发现三人后立刻下沉,并用竹火力炮口对准了地面的三个人,因为浮空飞艇太高了,连他们三名A级都毫无感知。 庆辰刚要将另外两人喊醒,却见七班浮空飞艇竟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落下。 面对一艘甲级浮空飞艇的烛火力激光炮锁定,就算是A级高手也很难躲开。 这时,庆辰终于看清了部队番号,是陈氏麾下的第二空军。 Zert,大鱼,醒醒了,庆辰喊道。 大鱼起身揉了揉眼睛,惊喜道,院长哥哥伊庆辰,大鱼和小鱼的身份,怎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切换,要了老命了? 也就是这时,浮空飞艇上有声音广播道,地面的荒野人注意,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做无畏的反抗。 等待集团军到来。 庆辰和Zert相识一眼,不是冲着他们来的,而且,对方要留火口。 集团军遇见荒野人留火口的唯一解释,就是他们,要用荒野人探索敬肯之地L庆辰低声说道,有点奇怪,北方联邦还在内战,到底是什么样的禁忌之地? 值得陈氏此时大动干戈,还将支离破碎的第二空军给派了出来。 这时,他们前方,后方,竟然都有集团军围堵过来。 陈氏集团军里,大量的难民被押接着前进过来,足有上千人,身上穿的都是生产基地的务农者制服。 集团军有4500人,是一个野战旅的配置。 庆辰愕然,先前大家还都装作务农者骗高氏兄弟呢?结果一语成衬,Chang,了吗? 陈氏真的截略了1129生产基地的务农者去探索禁忌之地。 庆辰忽然说道,他们要去火塘。 Zerd,不要抵抗,我们混进去。 说着,他将三界外,提线木偶,权力伪戒,剪影,万能充电器,卫星变化,全都塞进了Zerd的身体里。 一支30人组成的作战班组逼近过来,小语躲在Zerd身后,小心翼翼地看向这些人。 一名士兵举起枪托,就把庆辰砸倒在地。 Zerd则老老实实按着小语一起趴在地上。 有人用坚硬的军靴踩在庆辰脸上,将他半边脸颊踩进了泥土里。 兵猛地问道,哪里人? 其他士兵开始搜身,确认他们身上没有可疑物品与武器,这才稍微放松了警惕。 庆辰说道,十号城市难民,我们从十号城市一路南下。 逃到这里迷路了。 庆辰等人为了混到高市兄弟身旁,全都换上了破破烂烂的衣服,还把脸上弄得脏兮兮的,此时却派上了用场。 而且,高傲的大鱼也休眠了,他们没有破绽。 一名军官缓缓走来,你们怎么从十号城市逃出来的? 龙前有人逼我们走过一扇门到了荒野上。 他们说,十号城市有灾难,让我们待在荒野上不要动,但我们觉得有问题,刚到荒野上就找机会跑了。 庆辰解释道,长官饶命啊。 军官沉默片刻,押到一千一百二十九务农者的队伍里,一起带走。 庆辰嚷嘎着,长官,我是十号城市的公民,把我送回去吧,我会重谢的。 军官冷笑着,一脚踢在他肚子上,庆辰如虾米般蜷缩起来。 军官说道,你怕是回不去十号城市了。 那只三十人的作战班组,将庆辰三人押接到队伍里。 陈氏集团军继续向西开辅,似乎并不知道南方还有荒野人聚居地的存在。 七百二十二,师伯,陈家章。 秀! 北方战争刚刚暂停,但所有人都知道新的战争还会到来。 结果北方四家财团打得火热。 陈氏说,我先去探索个禁忌之地。 所以,陈氏集团军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火塘。 火塘是生存在各个财团夹缝中的,他们身处偏僻地势,拥有着大量禁忌之地资源,秘密,甚至还有神秘的修行传承。 而且,陈氏想要迈过西南雪山,去影响到庆氏大本营,就必须要经过火塘。 这个火塘和八号禁忌之地,就像是一根刺似的卡在陈氏的喉咙上。 以前陈氏想要去动火塘,庆氏就会派兵到荒野上演习。 陈氏一搞军事演习,陈氏就只能撤退,他们怕陈氏演着演着,忽然就不演了。 现在,所有势力都被牵制在北方战场了,陈氏要趁这个机会彻底拿下火塘,打开他们前往陈氏的走廊。 陈氏被押接着往难民方向走去,他余光不断观察着,想要了解这只野战旅的情况。 如果是对火塘动手,这就意味着,野战旅里一定藏着陈氏高手,说不准陈于本尊就在头顶的甲级浮空飞艇里啊。 不然,一只野战旅凭什么拿下高手云集的火塘,就算黑桃如今在北方活动,也一样不行。 庆辰刚观察两分钟,便看到了一个熟人,陈叶胡。 对方穿着一身大校军装,正重新返回越野车,这是陈叶胡的部队。 当初庆辰穿越近18号监狱里,李淑童第一次给他戴上猫脸面具,带着他前往18号城市最著名的顶楼旋转餐厅吃饭。 就是这个陈叶胡出面,代表陈氏劝李淑童回到监狱里。 当时,李淑童曾亲口赞叹,陈叶胡是陈氏年轻一辈最优秀的人才。 思索间负责押送庆辰三人的士兵,一把将他们三个推进了务农者人群之中。 那些务农者被驱赶着徒步走了两百多公里路程,神情已经麻木了,哪怕庆辰他们加入队伍,大家也只是用眼睛扫一眼,便没了反应。 这些务农者,有老人,有妇女,有亲舍,有小孩,还有男人怀里抱着顾两岁的婴儿,正神情莫然且疲惫地走着。 有些女人鞋子都走掉了,却只能光脚继续走着,脚都磨破了。 这时,一位老太太跌倒在地,徒步两百多公里,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陈氏士兵猛然踹向他背上,走不动了吗?走不动了,就死在这里吧。 老太太的儿子目自欲裂,我背着我妈走。 你们不是要活人吗?死人还怎么给你们试尽计之地的规则? 士兵冷笑道,有孝心你就背着他走。 我看你能背到什么时候,赶走得慢了,我连你们两个人一起打。 老太太的儿子将他搀扶起来,背在了背上,一步步吃力地继续前进。 Zerd这个平时不正经的神经病,脸上竟然也出现了悲悯的神色。 他低声且认真的说道,老板,我想救他们。 此时此刻的Zerd就像当初搭住小雨眼睛时一样,与平日完全不同。 队伍里,小雨委屈巴巴地低声说道,Zerd哥哥,小土哥哥,我害怕。 小雨别怕,庆辰安慰道,他们暂时不会拿,我们怎么样?Zerd,如果要动手救人,就得耐心等待,起码要等到大雨重新出来才行。 不然光凭我们两个,不够应对风险。Zerd点点头,嗯了一声。 这时,陈氏士兵过来队人,为一个个难民带上电子警圈。 一名军官冷声说道,不要想着逃跑,一旦定位离开队伍太远,我们就会引爆他,不想死的,就乖乖听话。 庆辰低声说道,陈氏没打算留活口。 一旦禁忌之地的规则探索完毕,陈氏一定会将所有人杀死在禁忌之地中,以免有人活着回到联邦,对陈氏的声誉造成影响。 Zerd低头说道,太残忍了。 Zerd,这就是我要改变世界的意义。 嗯,我懂得了。 队伍一直行进到傍晚,陈氏士兵像牧羊一般,驱使着务农者们去搭建营房,收集干柴。 但凡有人动作稍微慢点,就会挨上几鞭子。 傍晚的夕阳照射在所有人身上,却没半点暖意,只有彻骨的寒冷。 一位老人腿脚不方便,抱着干柴走在路上忽然摔倒。 然而负责监管众人的陈氏士兵,劈头盖脸,就是一鞭子抽下去。 啪的一声清脆边响,庆辰回头看去, 却发现是Zerd趴在老人身上,帮老人挡住了鞭子。 有同情心事吧,陈氏士兵冷笑着,说话间又是十多鞭子抽下去,将Zerd背后的衣物都抽烂了。 这一次,Zerd很谨慎,甚至还控制着自己背上的身体,放弃元素化,用血肉去硬扛着伤痛,不然十多鞭子不受伤,会被怀疑。 某一刻庆辰觉得Zerd心里似乎有两个灵魂,一个正经的,一个不正经的。 不正经的那个,用来抵抗那个曾经抛弃他的世界。 正经的那个,才是他本来的面目。 只不过,Zerd确实是神经出问题了,他也分不清哪个才是他自己。 这一次,轮到庆辰捂住小宇的眼睛了,他不想让小宇看到这一幕。 陈氏士兵打过瘾了,这才冷声说道,赶紧给我起来干活,天黑之前如果没搭建好营房,所有人都没饭吃。 Zerd起身扶起老人,还没等对方说一声谢谢,就转身跟庆辰一起去搭帐篷了。 庆辰平静说道,放心,这一顿鞭子,我们让他们用命还。 我该做什么?Zerd问道,把提线墨偶给我,先不用急。 士兵之间聊天会说名字,我先控制几个再说。 庆辰说道,十号城市的蜀巢灭绝后,庆辰曾用了两天时间专门将那些老鼠尸体陷阱。 上百万的蜀巢尸体堆积在下三区防线上,竟是两天时间让庆辰的提线墨偶分到了十三根透明丝线。 就在此时,人群不远处有声音嘈杂起来,他竟看到一个老头缠着士兵要酒喝。 陈氏士兵哪里会惯着这种人?一脚便将老头踹了个跟头。 滚!老头又缠了上去,却听陈氏士兵戏血道,老头儿,你给我学个狗叫,我就去找点酒给你喝。 庆辰知道这士兵纯粹在戏耍老头,因为陈氏部队虽然暴虐,却军纪格外严明。 除了陈氏化师以外,部队里不可能有人带酒。 那老头听陈氏士兵这么说,便转头就走,狗叫不能学。 陈氏士兵怒了,我让你学,你就得学。 他将老头踹翻在地,劈头盖脸的一阵鞭打。 老头在地上护着头,一声不吭地蜷缩着,直到陈氏士兵出完气为止。 庆辰本没打算关注着老头,却听人群里年轻勿农者说道, 陈家章这老小子,这会儿去找陈氏士兵要酒喝,不是找死吗? 庆辰顿时愣住了。 陈家章? 他悄悄来到那位年轻人面前。 你说他叫陈家章? 是你们1129号生产基地的人吗? 不是,年轻人解释道,他是外面混到生产基地的,我们那边酿的有高粱酒,他常常去酒窖里偷酒喝。 大家好几次在酒窖里发现他,醉得跟死狗一样忘了跑。 然后呢,就让他这么一直偷酒喝。 庆辰问道,不然呢,我们一开始给他吊在太阳里喉晒三天,后来放走他,他竟然还回来偷。 年轻人感慨道,他是真的诸酒入命,完全不要命了。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偷偷跑进酒关的,根本拦不住。 不过后来他也不白喝了。 有时候会去荒野上捡点野兽的尸体回来给我们,有野猪有山鸡有野兔,算是换酒钱。 一旁另一位年轻人说道,他酒量也不怎么样,六两就鸣顶大醉了。 大家一合计,算了,由他去吧。 这些务农者祖上说不定还是城市里的居民,因为受不了城市里的生活,跑到荒野上务农,守着生产基地,起码能吃上真正的粮食。 手里有枪械,还能打打猎,改善伙食。 虽然有荒野人劫掠,但依靠金属风暴和武器,还是能守住的。 这些人,天性相对淳朴,所以才没杀了陈家章。 而庆臣也忽然明白,这就是他那位修行路断绝的师伯呀。 李淑彤说,陈家章修行之路断绝以后,就隐姓埋名去寻找破开逆呼西树枷锁的方法了。 但现在看来,对方并没有找到方法,反而开始自暴自弃了。 断掉的修行路,背叛的血清,让陈家章不堪重负。 骑士不是圣人,他们也会走弯路,也会像普通人一样受挫。 骑士们也并非千篇一律的性格和人格。 陈家章变成这样,庆臣能够理解,只是有些不忍心看到这一幕。 而且,对方修行之路断绝后,似乎正在加速衰老,并没有像李淑彤那样永保青春。 很多骑士例如秦升死去时,面貌仍旧是二十岁出头的模样。 想来,陈家章的衰老,就是逆呼西树的后遗症了。 庆臣走过去,在陈家章耳边低声说道, 我是庆臣,却见那爹坐在地上的老头浑身僵住,竟偏过头去。 管你是什么鬼东西,我要喝酒。 我知道您听说过我,我也知道您现在不敢跟我相认, 但没关系,庆臣以无法拒绝的姿态,将陈家章搀扶起来,往Zird和小宇那边走去。 陈家章尝试着挣脱,可他竟发现,庆臣比自己的力气还大。 按理说,他应该比庆臣力气大的,因为他是正统的骑士A级, 庆臣骑士等级和身体素质却只是B级巅峰, 但这些年,酒精已经腐蚀了他的身体与意志。 他诧异地看着自己这位师侄,却没想到他两个月前才听说对方的名字。 两个月之后,竟已成长到这种地步了。 庆臣低声说道,现在容不得您任性,我们要就这些生产基地的务农者, 有师伯您帮助,那是最好不过了。 陈家章顾左右而言他,我不是你师伯,我不认识你。 庆臣说道,先前没找到您,现在找到了,就不会让您这么放纵下去。 陈家章不再说话,只是一声叹息。 庆臣问道,师父说您去寻找破开逆呼西树枷锁的办法了,找到了吗? 陈家章没有言语,夜晚降临,陈氏士兵给所有难民每人发了一根最廉价的蛋白棒, 这东西就是大家一天的伙食了。 这样下去,哪怕能走到008号禁忌之地, 这些难民恐怕也距离饿死不远了。 难民们吃完之后想要睡觉,陈氏士兵却不允许他们躺下, 睡觉也只能在荒野上坐着睡。 难民合计1329人,由120名陈氏士兵看管着, 四支作战班组,分别由四个作战班组长带领。 庆辰用他的听力已经确认了87个士兵的姓名, 打算在合适的时机将那四个班组长给控制住。 这样一来,起码难民的日子能稍微好过一些。 这时,几名陈氏士兵等主力部队全都入侵, 竟悄悄朝难民们走来, 并在人群中挑挑拣拣地拉出几个女人来, 想要拉着他们进帐篷。 Zert看到这一幕便悲愤莫名, 放开他们,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庆辰! 陈家章神情诡异地看向Zert, 忽然问庆辰,这也是咱们歧视的人吗? 陈家章看见Zert,都有些装不下去了。 723,8号禁忌之地。 新的规则? 秀! Zert悲愤交加。 你们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一群女人, 算怎么回事? 有种就冲我来了,我奉陪到底。 这句话,愣是给那些陈氏士兵都整不会了。 土兵们面面相去, 一时间不确定Zert说的冲我来和他们理解的冲我来是否一样。 庆辰这边耐心地安慰起陈家章, 他不是骑士。 陈家章稍微放心一些, 姓差。 庆辰想了想, 不是, 是朋友。 其实他也没法给Zert一个很好的定义, Zert对他自己的定义就是庆辰的姓差。 但庆辰对Zert的定义, 更多的则是朋友。 陈家章愣神伴想, 不是骑士的话, 还好, 这位骑士前辈差点以为是自己淡出江湖太久了, 所以看不懂骑士这个组织了。 别说陈家章, 一旁的那些难民看向Zert, 眼神里也是又精益, 又敬佩, 极其复杂。 庆辰叹息, 他也很想直接杀出去, 但关键是杀不出去。 此时, 四位班组长过来查看, 他见到是手下士兵想要消遣, 便只是看了一眼, 没有说话。 毕竟侵犯几名早晚会死的难民女人, 对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 几名陈氏士兵看着Zert轰笑起来, 有人要冲英雄吗? 来, 我让你看看逞能的代价, 把他给我吊起来, 打他一夜。 就在这说话间, Zert即将使用能力将这些士兵活埋之前, 庆辰右手搭上了他的肩膀, 我来解决。 Zert默默看着庆辰的背影, 一阵感动。 老板果然是那个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啊。 可他刚这么想着的时候, 庆辰却亮亮呛呛地穿过人群, 跑到四位班组长面前。 长官们, 请放过这些女人吧, 各位真要想消糟的话, 就带走我那个兄, Zert, 陈家张, 扣。 然而就在此时, 一班班组长刘鹏生对士兵说道, 把那个逞英雄的给我们带到帐篷里面去。 陈氏士兵? 此时, 刘鹏生又对士兵们说道, 你们万一闹得难民滑遍, 小心我当场枪毙你们, 都给我滚回自己的岗位去。 说完, 四位班组长拉扯着, Zert就往帐篷里走去。 Zert无助地看向庆辰, 却发现庆辰对他点点头。 Zert有些不解, 这点头是什么意思? 进了帐篷, 刘鹏生忽然开口说道, 好好睡一觉吧。 Zert大惊失色, 长官, 这可不幸睡啊。 刘鹏生没好气道, 我是庆辰, 这几个班组长被我控制了, 正好外面睡着不舒服。 你就在这里睡觉, 我守在外面。 第二天清晨, Zert从帐篷里慢慢走出来, 在门口伸了个懒腰, 四位班组长则跟在他身后走出来, 正扎着腰间的皮带。 难民们惊疑不定地看向两人, 看Zert的眼神是又敬佩又同情。 Zert回到难民人群里去, 有人小声问道, 你, 你没事吧? Zert不明所以, 没事啊, 睡得挺舒服, 睡帐篷比在你地里睡觉好多了。 放心, 你们路上不会再吃大苦了。 班组长答应我会约束好士兵的。 难民们肃然起敬。 四位班组长这边, 对所有城市士兵交代道, 上级嫌我们行进速度太慢了。 你们组织亚难民里的轻壮劳力制作担架, 把那些老人给抬上前进。 另外, 上级要求人数不能再减少。 要是让我看到, 你们虐待这些难民, 小心你的皮。 这支120人的部队, 俨然已经成了沁臣的部队。 而城市的其他部队, 还对此一无所知。 吃早饭的时候, 陈家章凝重地对沁臣说道, 小子, 老家伙们把提线木给你了是不是? 沁臣笑着点头, 陈家章顿时松了口气。 那就好那就好, 我还担心你们现在真的这么变态呢。 对了, 李淑童就你一股徒弟对吧? 庆臣一听这话, 便知道这位师伯是真的在萧臣酗酒, 而不是某种伪装。 对方如今连002号禁忌之地都不好意思回了。 庆臣忽然问道, 师伯, 我有点好奇, 就算无法突破逆呼吸数, 您依然是A级高手, 不至于萧臣成这副模样吧? 你我都是通过问心的人, 心智应该是全天下最坚韧的。 我不理解, 您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当, 初臣传之又是如何扰乱您生死官挑战的? 他怎么知道您在哪里进行挑战? 陈家章沉默片刻。 你师父没跟你说过吗? 没有。 陈家章说道, 或我与陈传之从小在陈氏学堂便是至交好友, 也是堂兄弟里关系最好的。 那次生死官, 我请他来做我的护道者, 却没想到他临时下了毒手。 如果我不逆转呼吸数, 就要死在那里了。 但他准备很充分, 十二幅化作傍身, 我拿他没有办法, 只能暂时逃离。 陈家章, 他还警告我不要再回城市, 不要试图夺权, 不然会杀死我的父母。 我与他相交二十七载, 哪知道人心格肚皮。 陈家章继续说道, 你师父李叔同本与陈传之妹妹相恋, 最终也因为我的事情, 把这段感情给断了。 陈传之妹妹也与陈传之反目。 庆尘愕然, 难怪师父成为半神之后, 第一时间就打上门去。 若不是有陈传之妹妹这层关系, 或许师父当时就把陈传之给杀了。 李叔同留了陈传之一命, 于是陈氏欠了李叔同一个人情, 才有了陈渝在世纪之战的出手。 所以, 师伯陈家章并不是因为歧视之路断绝, 才消沉的, 而是因为至交好友的背叛, 以及对李叔同的愧疚。 陈家章说道, 我近些年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逆呼吸术应该有方法可惜, 但你被说呼吸术带上枷锁, 那么只要继续将歧视八项生死关全部完成, 依然可以强行打破这个直锁。 可惜的是, 我没这个机会了。 没机会了? 陈家章解释道, 我多年前以逆呼吸术完成了第六、 第七项生死关, 但这第八项水之生灵我没机会完成, 也就无法打开逆呼吸枷锁。 逆呼吸枷锁便是保持逆呼吸术进行挑战时, 强行扭转为正呼吸术, 脸上冰蓝纹转为火焰纹, 从普通人恢复巅峰的战斗力。 但从此, 基因锁上便多了一道枷锁, 此后就算完成单向生死关, 也没法突破实力级别。 庆辰忽然问道, 我很好奇, 是否能请A集水源速决行者来操控内陆湖泊, 强行制造三十米海浪。 陈家章摇摇头, 三十米海浪如石层楼那么高, 还要能将这么高的海浪平推上千米, 这样一个海浪打过去能淹没一座小镇, A集水源速决行者是做不到的, 得要半神来造才行。 但联邦历史上, 水源速半神就两位, 一位叫周琪, 一位叫张宇, 那都是几百年前, 上千年前的人物了。 庆辰仔细思索, 他好像确实没听说过联邦有什么水源速决行者。 但是, 海外有吗? 如果海外有的话, 是否可以把对方抓过来, 给李淑彤, 陈家张国生死关用? 当然, 那也得等他半神了, 才能去抓。 是不, 您就打算这么一直酗酒下去? 庆辰问道, 陈家张出神道, 庆辰啊, 以前我们看的小说故事里, 神仙犯了错误, 就会被贬到凡间。 你说, 这人间得有多苦? 我们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 何必再去自讨苦吃呢? 庆辰沉默了。 正当庆辰与陈家靠说话时, 一名传令兵小跑过来, 对四位班组长下达命令, 开拔, 继续前进, 预计明晚八点钟抵达八号禁忌之地外围。 届时将有可能在禁忌之地内与火塘发生潜欲战, 命令你不驱使难民。 走在最前面, 探索规则。 凡于火塘成员, 格杀勿论。 庆辰心神异德, 这陈氏集团军, 果然是冲着火塘去的。 他面色凝重, 若是火塘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遭遇这种级别的正规军, 哪怕是知晓禁忌之地规则, 也会吃大亏。 自西向东行驶, 目标便是八号禁忌之地。 就在越野车队旁, 还有一只马队护航, 那马匹不是繁俗物种, 身高近比高大的火塘人还要威猛一些。 若是寻常马匹放在他们身边, 看起来就像是小矮马似的。 十余位年轻男子身穿皮袍骑在马上, 随着马匹的颠簸, 他们脖梗上的骨节挂饰撞击在一起, 哗啦啦作响。 最前方则是少女情依依, 骑在黑色的马王背上带队, 还用红蓝马脑发誓扎出了十多个小辫子, 他坐在马上, 不知道何时进出神了。 一劳越野车上, 大长老按下车面, 看七少女一根选赫道, 小F向宗物, 回回神, 马上就到八号禁忌历的了。 咱们在禁忌之地外面, 休整半天时间, 然后再进去。 到时候直接去摘果子, 把车子装满了, 咱们就回去。 秦姨已看了大长老一眼说道, 等摘完果子, 你们回去吧, 我想出去玩一阵子。 肯是咱火堂的神女。 你要去哪里玩啊? 大长老急眼了, 这刚刚开春, 咱们还有四个禁忌之地的职务要采收呢。 我年纪大了, 你得赶紧熟悉这些业务才行啊。 以后等你当了大长老, 也得带着族人们法禁忌之地采收呢。 我不想当大长老, 神明清点的, 你不当谁当啊? 大长老没好气到, 别老想着那小子了, 他要心里有你的话, 早就来火堂找你了。 结果呢, 你去北边为他打伤打死, 贝李叔同坑, 贝庆是彭子坑, 最后, 你连他的面都没见到, 这不是欺负人的吗? 小祖宗啊, 你听我说, 咱不坐上赶着的买卖, 他要不来火堂, 你也别去找他, 听到没有? 秦姨以嘴巴一微, 听不见。 说着, 他双腿一加马腹, 便驱使着马王窜出去了, 离大长老所在的车辆一百多米远, 不想听大长老婆婆妈妈的唠叨。 这时, 神子佳错立刻驱马追了上去。 一, 外面的男人有什么好的? 一个娇气的不行, 哪里有咱们火堂的汉子豪放给尽? 联邦的男人, 剑点血就大惊小叫的, 给一圈能锤的他们拜。 叫, 有什么好的? 对了, 你吃神牛肉吗? 我这里带的有。 秦姨以邪腻了他一眼, 这是你们的偏见, 他可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神子佳错倔强道, 联邦男人都一个样, 没点担当。 他若来火堂找你, 整个火堂只要是经过割脚里的勇士, 都会找他比武的。 我猜他肯定不敢来。 秦姨以看了神子佳错一眼, 你们先能打得过我再说吧, 到时候你们要敢欺负他, 我就帮他揍你们。 神子挠了挠头, 他要躲在你身后, 那我们可就更瞧不起他了。 谁稀罕你们瞧得起啊? 秦姨翻了个白眼,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改改, 看不起联邦男人的毛病? 联邦也有很厉害的人物啊, 比如他师父李淑彤, 当年大长老都被李淑彤捉走了呢? 神子佳错疑惑道, 咦,大长老可不是这么说的。 大长老说他们是朋友, 当年他只是去给朋友当一次向导。 大长老还说李淑彤并不厉害, 其实他单手就能打过对方了。 秦姨以回头看了一眼大长老的车辆, 大长老慢慢将车窗按了上去, 全当什么都没有听见。 秦姨以大概知道, 为什么火堂人会瞧不起庆尘了? 毕竟大长老擅手就能打过庆尘的师父啊。 此时, 火堂人已经远远看到了八号禁忌之地的轮廓, 众人欢呼起来了, 都惦记起八号禁忌之地里美味的蛇肉、 兔肉来。 绳子家措就屁颠屁颠地跟在秦姨以后面, 手里按着刀, 时刻准备面对危险。 倒计时78, 零点。 陈氏部队终于抵达008号禁忌之地边缘。 这008号禁忌之地润规模之庞大, 堪比003号禁忌之地, 它自北向南横贯了一整条山脉上千里, 成为了陈氏踏入西南疆界的天然屏障。 而且, 规则繁多, 已知的规则就有七条, 未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条。 就连火塘来这里, 也不是对这禁忌之地全知全能, 而是借助了风眷花花粉才能安然无事。 据说, 这里之所以如此凶险, 是因为上个文明纪元里, 这里本有一座城市, 当时被一群实验体入侵, 导致沁氏不得不扔下一颗核弹, 最终将城市移为平地。 这些实验体, 甚至还与神明任小素有些关联。 任小素本是其事, 他在父亲人和的带领下, 完成了八项生死关挑战, 成为了A级超凡者。 然而, 他却深化癌症, 被人和送去了火种公司的研究室, 寻找抵御癌症的方法。 当一切方法用尽, 却依然无法阻挡癌细胞扩散全身。 最终火种实验尸链走险, 冒险选择了让人小素与癌细胞共存。 癌细胞是个很奇怪的东西, 它无序生长, 且寿命没有极限。 寻常细胞分裂几十次后, 就会自然衰变, 导致人类苍老, 可癌细胞不会, 理论上它甚至可以在培养民里永生。 当时火种研究室的负责人提出一个构想, 如果能控制癌细胞有序生长, 那么当人小素与癌细胞共存时, 便是任小素永生之时。 后来火种成功了, 人小素凭借歧视的强大身躯扛过了癌变阶段, 直接化身神明。 于是, 人小素的父亲去为儿子抢来了禁忌物Ace004黑色真实之眼, 以这件禁忌物来压制任小素的精神抑制过快增长。 这样一来, 人小素完全可以等自己身体更强大的时候, 再自行解锁精神抑制。 这综合因素加在一起, 才造就了理事界的唯一生命。 歧视之躯, 黑色真实之眼, 癌症, 火种的治疗技术, 缺一不可。 当初办神炎六元和任小素是同一个实验室的病友, 也是火种公司那位负责人的儿子。 付费人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请求任小票给颜六元移植骨髓, 这才造就了任小素。 颜六元这对理事界最强兄弟, 这也是颜六元精神抑制与世界童话85%还没有灰飞烟灭的原因。 颜六元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神明的人, 只是, 他也已经到了将要身躯崩溃的边缘, 只能勉强用黑色真实之眼压制着自己的精神抑制, 每压制一段时间才有能力重新出世。 而那个实验室里还有茫茫多的实验体, 他们则是治疗失败的结果。 他们虽然也与癌细胞共存, 却成了不仁不轨的模样, 对蛋白质格外渴望, 如丧尸般席卷城市, 屠杀平民。 最终, 沁室扔下一枚核弹, 连带着城市与数十万实验体一并回去, 造就了如今的008号禁忌之地。 一城之人, 不晓得里面藏着多少超凡者, 所以至今没人知道008号禁忌之地到底有多少规则。 能够安然无恙进出这里的, 也只有火堂。 此时, 沁城这边的120名士兵, 全都带上了随身的战术记录仪, 可以随时录制视频。 他们作为前锋, 要跟随难民一起, 第一批进入008号禁忌之地。 因为在禁忌之地里不能讨论规则, 所以, 一旦发现有人触犯了规则, 那么他们胸前的视频, 就会将这个触犯规则的过程, 实时传输给后方汇总。 总结, 以此来分析规则到底是什么。 不能提规则, 禁忌之地不喜欢有人讨论它。 在传令官的催促下, 1300多名难民, 被120名陈氏士兵驱赶进008号禁忌之地。 沁城与陈家张相诗一眼, 彼此点了点头。 就在他们刚刚进入禁忌之地20分钟, 一名想要快速逃离的难民, 骤然倒在地上抽搐不止。 实时视频里, 有士兵要验证是否死亡。 二班班组长忽然说道, 我来亲自验证。 说着, 他蹲下身子, 以手指附在死者驳梗大动脉上, 确认死亡。 后方, 陈叶胡站在禁忌之地以外的地方, 默默注视着指挥车里的监控屏幕。 他宁重道, 难道在零号禁忌之地里不能跑得太快? 一旦超过25公里时速, 就会触犯规则。 十余位作战参谋也在不停地分析着视频, 可那视频里的难民并没有做其他出格的举动。 陈叶胡问道, 这个难民的姓名、年龄是否有独特之处? 先前有没有疾病史? 有个禁忌之地是专门不让姓王的禁, 有个则是超过45岁不能禁, 还有个是规定C级以上超凡者不能禁。 最离谱是124号禁忌之地, 得过前列现言的人不能禁。 所以, 分析规则是一个很综合、 很复杂、 很具体的事情。 财团掌握着一套分析流程, 这些难民除了庆辰这几个临时加入的, 都有一整套建档信息。 而探索人员的基数越庞大, 也就越容易全面分析规则。 一名作战参谋回答, 长官, 人脸识别完成, 这个难民叫李月静, 他名字中的三个字与其他难民均有重叠, 排除姓名因素, 妻子姓名也无忌讳, 排除妻子因素, 年龄是57岁, 难民中有人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 排除出生年月因素, 有疾病史, 但队伍里有12位难民和他有过同样的病史案, 官, 排除各种因素了。 但暂时无法确定是否被戴过绿帽子, 这个因素需要接下来审问他的妻子。 曾经有个禁忌之地非常古怪, 伴侣出过轨的, 进入禁忌之地会触犯规则, 这种判定是有先例的。 暂时不考虑这种因素, 1300多名难民, 里面伴侣出过轨的太多, 所以, 真的是因为跑动太快吗? 陈夜胡平静地点点头, 先记录下来作为接下来的行动准则。 724, 禁忌一约。 秀! 少女披散的头发上, 还用红蓝玛瑙发饰扎出了十多个小辫子, 她坐在马上, 不知道何时进出神了。 一旁越野车上, 大长老按下车窗, 一眼吆喝道, 小祖宗位, 回回神, 马上就到八号禁忌之地了。 咱们在禁忌之地外面, 休整半天时间, 然后再进去。 到时候直接去摘果子, 把车子装满了, 咱们就回去。 秦姨已看了大长老一眼说道, 等摘完果子, 你们回去吧, 我想出去玩一阵子。 你是咱火堂的神女, 你要去哪里玩啊? 大长老急眼了, 这刚刚开春, 咱们还有四个禁忌之地的植物要采收呢。 我年纪大了, 你得赶紧熟悉这些业务才行啊。 以后等你当了大长老, 也得带着族人们去禁忌之地采收呢。 我不想当大长老, 神明清点的, 你不当谁当啊? 大长老没好气到, 别老想着那小子了, 他要心里有你的话, 早就来火堂找你了。 结果呢, 你去北边为他打生打死, 被李叔同坑, 背庆是影子坑, 最后你连他的面都没见到, 这不是欺负人的吗? 小祖宗啊, 你听我说, 咱不坐上赶着的买卖, 他要不来火堂, 你也别去找他, 听到没有? 秦姨嘴巴一撇, 听不见, 说着, 他双腿一加马腹, 便驱使着马王窜出去了, 离大长老所在的车辆一百多米远, 不想听大长老婆婆妈妈的唠叨。 这时, 神子家错立刻驱马追了上去, 姨姨, 外面的男人有什么好的, 一个个娇气得不行, 哪里有咱们火堂的汉子豪放给尽? 联邦的男人, 剑点血就大惊小叫的, 给一拳能锤的他们熬熬叫, 有什么好的? 对了, 你吃神牛肉吗? 我这里带的有。 秦姨已邪腻了他一眼, 这是你们的偏见, 他可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神子家错诀强道, 连帮男人都一个样, 没点担当。 他若来火堂找你, 整个火堂只要是经过割脚里的勇士, 都会找他比武的。 我猜他肯定不敢来。 秦姨已看了神子家错一眼, 你们先能打得过我再说吧, 到时候, 你们要敢欺负他, 我就帮他揍你们。 神子挠了挠头, 他要躲在你身后, 那我们可就更瞧不起他了。 谁心害你们瞧得起啊, 秦姨已翻了个白眼,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改改, 看不起联邦男人的毛病。 联邦也有很厉害的人物, 比如他师父李淑彤, 当年大长老都被李淑彤捉走了呢。 神子家错疑惑道, 咦, 大长老可不是这么说的, 大长老说他们是朋友, 当年他只是去给朋友当一次向导。 大长老还说李淑彤并不厉害, 其实他单手就能打过对方了。 秦姨已回头看了一眼大长老的车辆, 大长老慢慢将车窗按了上去, 全当什么都没有听见。 秦姨已大概知道, 为什么火堂人会瞧不起庆尘了。 毕竟大长老扇手就能打过庆尘的师父啊。 此时, 火堂人已经远远看到了八号禁忌之地的轮廓, 众人欢呼起来了, 都惦记起八号禁忌之地里美味的蛇肉、兔肉来。 绳子家措就屁颠屁颠地跟在秦姨已后面, 手里按着刀, 时刻准备面对危险。 倒计时七十八, 零点。 陈氏部队终于抵达008号禁忌之地边缘。 这008号禁忌之地润规模之庞大, 堪比003号禁忌之地, 他自北向南横贯了一整条山脉上千里, 成为了陈氏踏入西南疆界的天然屏障。 而且, 规则繁多, 已知的规则就有七条, 未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条。 就连火塘来这里, 也不是对这禁忌之地全知全能, 而是借助了风券花花粉, 才能安然无事。 wwwttk.rno据说这里之所以如此凶险, 是因为上个文明纪元里, 这里本有一座城市, 当时被一群实验体入侵, 导致沁氏不得不扔下一颗核弹, 最终将城市移为平地。 这些实验体, 甚至还与神明任小素有些关联。 任小素本是骑士, 他在父亲人和的带领下, 完成了八项生死关挑战, 成为了A级超凡者。 然而, 他却生化癌症, 被人和送去了火种公司的研究室, 寻找抵御癌症的方法。 当一切方法用尽, 却依然无法阻挡癌细胞扩散全身。 最终火种实验室铤而走险, 冒险选择了让人小素与癌细胞共存。 癌细胞是个很奇怪的东西, 它无序生长, 且寿命没有极限。 寻常细胞分裂几十次后, 就会自然衰变, 导致人类苍老, 可癌细胞不会, 理论上它甚至可以在培养名里永生。 当时火种研究室的负责人提出一个构想, 如果能控制癌细胞有序生长, 那么当人小素与癌细胞共存时, 便是任小素永生之时。 后来火种成功了, 人小素凭借歧视的强大身躯扛过了癌变阶段, 直接化身神明, 可他那时候的身体依然很脆弱, 扛不住精神意志与世界同化的进程。 于是, 人小素的父亲去为儿子抢来了禁忌物S004黑色真实之眼, 以这件禁忌物来压制任小素的精神意志过快增长。 这样一来, 人小素完全可以等自己身体更强大的时候, 再自行解锁精神意志。 这综合因素加在一起, 才造就了理事界的唯一生命。 歧视之躯, 黑色真实之眼, 癌症, 火种的治疗技术, 缺一不可。 当初扮神炎六元和任小素是同一个实验室的病友, 也是火种公司那位负责人的儿子。 负责人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请求任小素给严六元移植骨髓, 这才造就了任小素。 严六元这对理事界最强兄弟, 这也是严六元精神意志与世界童话85%还没有灰飞烟灭的原因。 严六元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神明的人, 只是, 他也已经到了将要身躯崩溃的边缘, 只能勉强用黑色真实之眼压制着自己的精神意志, 每压制一段时间才有能力重新出世。 而那个实验室里还有茫茫多的实验体, 他们则是治疗失败的结果。 他们虽然也与癌细胞共存, 却成了不仁不轨的模样, 对蛋白质格外渴望, 如丧尸般席卷城市, 屠杀平民。 最终, 沁氏扔下一枚核弹, 连带着城市与数十万实验体一并回去, 造就了如今的008号禁忌之地。 一城之人, 不晓得里面藏着多少超凡者, 所以至今没人知道, 008号禁忌之地到底有多少规则。 能够安然无恙进出这里的, 也只有火堂。 此时, 庆城这边的120名士兵, 全都带上了随身的战术记录仪, 可以随时录制视频。 他们作为前锋, 要跟随难民一起, 第一批进入008号禁忌之地。 因为在禁忌之地里, 不能讨论规则, 所以, 一旦发现有人触犯了规则, 那么他们胸前的视频, 就会将这个触犯规则的过程, 实时传输给后方汇总。 总结, 以此来分析规则到底是什么。 不能提规则, 禁忌之地不喜欢有人讨论它。 在传令官的催促下, 1300多名难民, 被120名陈氏士兵驱赶进008号禁忌之地。 庆城与陈家章相识一眼, 彼此点了点头。 就在他们刚刚进入禁忌之地20分钟, 一名想要快速逃离的难民, 骤然倒在地上抽搐不止。 实时视频里, 有士兵要验证是否死亡。 二班班组长忽然说道, 我来亲自验证。 说着, 他蹲下身子, 以手指附在死者驳梗大动脉上, 确认死亡。 后方, 陈夜胡站在禁忌之地以外的地方, 默默注视着指挥车里的监控屏幕。 他凝重道, 难道在008号禁忌之地里不能跑得太快? 一旦超过25公里时速, 就会触犯规则。 十余位作战参谋也在不停地分析着视频, 可那视频里的难民并没有做其他出格的举动。 陈夜胡问道, 这个难民的姓名、年龄是否有独特之处? 先前有没有疾病史? 有个禁忌之地是专门不让姓王的禁, 有个则是超过45岁不能禁, 还有个是规定C级以上超凡者不能禁。 最离谱是124号禁忌之地, 得过前列现言的人不能禁。 所以, 分析规则是一个很综合, 很复杂, 很具体的事情, 财团掌握着一套分析流程, 这些难民除了庆辰这几个临时加入的, 都有一整套建档信息。 而探索人员的基数越庞大, 也就越容易全面分析规则。 一名作战参谋回答, 长官, 人脸识别完成, 这个难民叫李月静, 他名字中的三个字与其他难民均有重叠, 排除姓名因素, 妻子姓名也无忌讳, 排除妻子因素。 年龄是37岁, 难民中有人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 排除出生年月因素, 有疾病史, 但队伍里有129位难民和他有过同样的病史, 长官, 排除各种因素了, 但暂时无法确定是否被戴过绿帽子, 这个因素需要接下来审问他的妻子。 曾经有个禁忌之地非常古怪, 伴侣出过轨的, 进入禁忌之地会触犯规则, 这种判定是有先例的。 暂时不考虑这种因素, 1300多名难民, 里面伴侣出过轨的太多了, 所以, 真的是因为跑动太快吗? 陈夜狐平静地点点头, 先记录下来作为接下来的行动准则。 死因呢? 分析了没有? 陈夜狐看向作战参谋。 参谋们分析, 难民肤色没有明显变化, 外部没有明显创伤, 目前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被不知名的毒虫咬了, 强烈的蛋白毒素导致器官衰竭, 心脏骤停。 还有一种是, 禁忌之地内的空气中可能漂浮着微小的包子或病菌, 这两种都有可能造成当下的死因, 都得解剖后才能确定具体原因了。 陈夜狐点点头, 那就不急于分析死因了, 知道规则, 然后去规避掉就好。 五分钟过去, 120个实时传输视频里, 又有两名难民一同倒地不起, 指挥车里的作战参谋们一阵亢奋, 又发现一条新规则吗? 他们根本不在意难民是否死了, 他们只在意, 这一次能否将008号禁忌之地的规则全部解析出来。 他们将那段视频单独截取出来, 繁复重放。 新的视频里, 一位中年男人正在树林中行径着, 忽然因为地滑摔倒在地。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有人伸手邋遢, 两个人却同时倒地抽搐, 没一会儿便躺在地上不动了。 视频里, 一般般组长刘鹏生走到两具尸体旁边, 一手指试探他们的颈部动脉, 然后确认到, 已死亡。 十多位作战参谋分析道, 排除年龄、姓名、疾病史等等因素, 新规则因是彼此不能握手。 但目前尚不确定的是, 同性不能握手, 那异性是否可以? 另一位作战参谋说道, 前后有两位作战班组长亲自确认死亡, 应该也不会有假。 而且, 两位班组长还挺负责的。 陈也胡点点头, 暂时不用具体分析规则了, 稍后我们进入禁忌之地时, 只需要注意不握手即可, 甚至尽量减少肢体接触。 好了, 记录一条新规则, 让部队继续前进。 难民队伍继续前进, 结果三小时后, 离奇事件发生了。 视频里, 陈氏士兵给难民分发蛋白棒。 结果那一百多名难民刚吃两口, 竟一起倒在地上抽搐不止。 一二三四班的班长, 传信于尸体之间, 一次次的高声说道, 确认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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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班组长面色凝重, 短短一次就死亡了一百多名难民。 他们脸上凝重的神情, 也逼真的将情绪传递到了指挥车里。 指挥车里的十多名作战参谋, 看着这一幕, 心中莫名震撼, 原来进入008号禁忌之地后不能吃东西。 其中一名作战参谋说道, 目前还无法确定, 是不能吃蛋白棒, 还是一切食物都不能吃。 长官, 横渡008号禁忌之地, 最少需要四天时间, 如果士兵们只能喝水, 不能吃东西, 将会非常难熬, 甚至会影响80%的战斗力。 这个影响就太严重了。 陈氏探索008号禁忌之地, 就是为了方便以后出兵西南, 前置庆室。 结果现在通过这里, 竟然四天不能吃东西。 这谁扛得住? 行军过程中, 士兵们吃的都是高能蛋白棒。 虽然能量比难民们吃的高多了, 但那也是蛋白棒啊。 陈夜湖思索片刻, 然后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找难民尝试一下, 给他们吃你们携带的素食牛肉, 看看会不会出问题。 收到, 一班长刘鹏生从随身携带的印记包里, 拆开真空素食牛肉, 并看向面前的一名难民, 冷冰冰地说道, 吃下去。 难民Zerd惊恐起来, 不能吃啊, 长官, 不能吃啊, 吃了会死的。 会死也得吃。 刘鹏生残忍道, 却见刘鹏生喊来士兵按住Zerd, 然后硬生生将牛肉塞进了他的嘴里。 下一刻, Zerd浑身剧烈抽搐起来, 死不瞑目。 指挥车里, 所有作战参谋都死死盯着Zerd那张死人脸, 心中升起一阵寒意。 陈野狐宁重道, 看来是真的不能进食, 但是可以喝水。 我记得, 他们行进过程里, 有人喝过水但没事。 嗯, 作战参谋分析道, 长官, 我们向西南进发的过程里, 可以在水里融合膳食纤维和葡萄糖, 熬过四天不成问题。 但这就需要我们在禁忌之地对面建立前进基地。 一旦主力部队通过, 就要立刻完成调养, 不然会降低战斗力。 嗯, 陈野狐点点头, 发现规则越来越多了, 这是好事情。 这一次, 我们要将008号禁忌之地摸个透, 让它也变成我陈氏的牧场。 每个财团下面, 都最少控制有十多个禁忌之地, 当初陈渔那七珠子蓝星也是这么来的。 对于他们来说, 禁忌之地就是战略资源, 甚至有可能成为和空中要塞一样的顶级战略资源。 陈野狐目光绝朔, 整个人都亢奋起来。 至于生产基地损失的一千多名牧农者, 根本不算什么, 只需要把这件事情嫁祸给荒野人就好了。 继续前进, 陈野狐说道, 这四位班组长都是尽忠职守的人才, 我能从视频里感觉到他们的精气神, 这样勇敢且有担当的基层干部, 你们要多提拔。 收到, 参谋长说道, 难民队伍继续前进, 路上不断有难民零星死去, 作战参谋们不断记录地理特征, 规则。 眼瞅着难民人数已经死伤过半, 规则也收集了九条之多。 不过, 陈氏参谋们并不觉得有什么, 008号禁忌之地, 规则都是出了名的, 不然也不会成为西南屏障了。 难民行进六个小时了, 终于开始有人支撑不住倒在地上, 还有人坐在石头上休息。 很快, 坐在石头上休息的人, 死了。 难民队伍竟然一时间只剩下两百多人, 还都是老人和小孩。 陈夜湖想了想说道, 传令下去, 让他们稍作休整后撤退, 剩下的难民, 我要精准地测试一些规则。 收到, 参谋长将命令传达到前线。 然而就在此时, 视频看不到的地方, 有黑影闪过。 有人拿着一把剪刀, 咔咔咔咔地, 朝着所有城市士兵的影子捡去。 指挥车里, 他们看到实时视频里, 忽然出现数十个模糊的黑影, 开始不停地追杀着所有人。 士兵们开始惊恐地喊叫, 有呼叫增援的, 有惊声喊出卧槽的, 视频开始晃动不清, 连指挥车里都很难看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那些黑色的人影, 为何如此诡异? 一名作战参谋, 惊议不定。 没有面孔, 没有五官, 神秘至极。 而且, 他们通过少数还算稳定的视频监控发现, 这些影子身上, 哪怕中枪了都不会死, 甚至不会喊痛。 一名士兵朝影子打了一缩子子弹, 可那影子却什么事情都没有, 对方只是身形稍微受到一些阻碍, 便继续疯了一样朝士兵厮杀过去。 直到将士兵完全杀死。 视频里, 他们还能听到士兵的惨叫声, 紧接着, 士兵便一动不动了。 空洞的士兵角度对准了茂密的树冠。 陈氏士兵一个接一个死去, 最终, 士兵角度要么对准天空, 要么盖在地下, 什么具体情况也看不到。 最后, 四位班组长的视频还在晃动, 说明他们还在逃跑。 指挥车里传来他们气喘吁吁的声音, 参谋长立马问道, 汇报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鹏生仓促说道, 长官, 突然有一堆黑色影子从地底冒出来, 杀也杀不死, 子弹打了一缩都不管用。 那些子弹分明打在他们身上了, 可他们就是不死。 太可怕了, 来无影去无踪。 二班组长也补充道, 刚刚我好像看见一个影子湮灭了, 那个士兵好像将子弹打在他的肚脐上, 这才凑巧杀了他。 但仓促作战里, 想打中肚脐太难了, 他们行动非常迅速, 汗不为死。 我怀疑这是哪家财团新开发的邪术, 亦或是什么觉醒者的能力。 说话间, 二班组长忽然哀嚎一声, 趴在地面倒下了。 三班组长说道, 刚刚我也看到, 有人开枪命中了肚脐眼, 将那些影子湮灭掉了, 肚脐眼就是他们的致命要害。 说完, 这位班组长也跟着殉职了, 紧接着四班班组长, 只剩下一班长刘鹏生还在逃命。 指挥车上所有人静意不定, 他们从未听说过 如此诡异的觉醒能力或者邪术。 会不会是禁忌物的作用? 有人问道, 剪影。 剪影作为联邦最著名的禁忌物之一, 自然被他们第一时间想到。 可问题是, 剪影只能剪自己的影子吧? 一名参谋说道, 万一能剪别人的呢? 陈夜胡摇摇头, 我知道剪影的具体信息, 我们陈氏组上曾有人拥有过它。 那剪影是不可以剪别人影子的, 一旦剪下别人的影子, 所有影子都会一同攻击宿主, 不会像现在这样攻击我们的士兵, 一定是其他的问题。 此时, 一班长刘鹏生撑到了最后, 努力往集团军方向撤离。 陈夜胡忽然问道, 难民呢? 难民都死了吗? 刘鹏生喘息着说道, 报告长官, 我不太确定, 但他们肯定扛不住这些影子的厮杀。 刹那间, 却见他士兵的边角有一道刀光闪过。 刘鹏生翻滚着衰落出去, 士兵甚至还能看到他的下半身还留在原地, 伸手易出。 这位一班长挣扎着说道, 窃射。 还没说完, 刘鹏生彻底死去, 士兵也归于平静。 指挥车内陷入诡异的安静之中。 窃射, 一名作战参谋咒媒说道, 窃射遇免吗? 我觉得有些诡异, 神代没有任何立场派人来这边干扰我们的战略计划。 就算他们傍上海外力量, 也不该如此愚蠢地来激怒我们。 除非他们有能力把我们也拉上战场后一起歼灭。 但海外势力有这么强悍吗? 但问题就在于, 刘鹏生他们要用性命来撒谎吗? 人都死了。 另一名作战参谋说道, 也可能是某家的死士, 故意误导我们。 总之问题很大, 这场诡异的截杀绝不是禁忌之地自身的问题。 而是有人埋伏在这里, 准备好了要截杀我们, 不让我们探索出所有规则。 参谋长说道, 但对方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动呢? 想要提前埋伏在这里, 一定要很早就预知这场计划吧, 我们高层有内鬼。 这件事情必须报告家主, 并进行一场内部肃清。 不用告诉家主, 太上皇就在头顶的浮空飞艇上, 告知他就可以了。 记住你我效忠的对象, 陈夜胡在指挥车上高声说道, 立刻接通甲级浮空飞艇, 让他们从天空俯瞰, 看是否能观察到禁忌之地内部的情况。 很快, 在浮空飞艇上传来消息, 这里是树林最茂密的区域, 探测无法渗透, 一切都被屏蔽在了树棺之外。 陈夜胡将这里发生的一切, 全部汇报上去。 最终, 甲级浮空飞艇里传来沉鱼冷淡的声音, 嗯, 知道了, 原地驻扎一天, 规则已经大概明晰了, 明天进入008号禁忌之地。 008号禁忌之地里, 距离刚刚站长两公里的地方, 瑟尔德正兴高采烈地说道, 杀青了杀青了, 恭喜大家出色地完成了表演, 现在, 所有人都已经恢复了自由身, 不用担心财团, 也不用担心被人拉来禁忌之地。 我给大家推荐一条路, 你们先在禁忌之地东南角边缘稍等几天, 需要等陈世福空飞艇离开这片区域, 然后所有人往东南方向走, 那里有个聚居地。 难民们面面相去, 他们原本以为进了这008号禁忌之地后, 一定必死无疑了, 却没想到这件事情峰回路转, 所有人都活了下来。 不, 也不是所有人, 期间有人是真的不小心遭到了规则的制裁, 死亡了足有一百多人。 庆辰也不想让他们死去, 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过, 这也帮助他记住了一些规则的细节。 在这次行动中, 最大的收获就是将90%的难民都活着就出来了, 而且非常轻松。 他与陈家章商量好了, 由这位师伯在人群中跟所有难民串联起来, 和某假装触发规则, 并指导着他们该如何表演。 会表演的先死, 不会表演的留在最后一批里。 庆辰直接用剪影把士兵杀穿, 也就不用眼了。 那些触发规则的难民, 一个个只需要躺在地上, 然后等陈氏士兵们走远了再爬起来就好, 谁也不会闲着没事去质疑自己班长厌过的死人。 陈氏士兵也不会那么好心帮忙埋葬尸体。 所以, 只要装死, 就能脱离队伍。 一开始, 难民被查验生命体征的时候还很紧张, 毕竟是那四个恶魔一样的班族掌亲手检查。 结果他们很快就发现, 这四个人检查都不过走个过场而已。 这一次, 庆辰误导了陈氏部队十四条规则, 其中包括, 不能坐下休息, 不能进食, 不能身体接触, 不能哼歌, 不能跟异性说话, 不能用手语, 不能站着尿尿, 不能蹲着拉屎。 千奇百怪, 五花八门。 庆辰甚至能想象到, 以后陈氏部队再来008号禁忌之地时, 忍机挨饿不吃饭, 不能打战术首饰的模样。 尤其是最后一条, 实在太硬核了, 庆辰都没想到陈家章会搞出这种误导方向来。 这些表演都是师伯陈家章策划的, 原本庆辰都以为师伯已经丢掉了骑士的本色, 现在才发现, 骑士坑人的本色都是刻在了基因里的。 Omega WTT Kappa RNC0 仿佛随着基因所打开的一刹那, 某些魔鬼基因就被释放出来了。 庆辰此时也已经收回了提线木偶, 对陈家章说道, 师伯风采一旧啊。 陈家章看向庆辰,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老家伙们把提线木偶给你, 真是缺了大德了。 一开始, 这位师伯还在想, 不过是控制了四个班组长而已, 这班组长最多就是个牌长, 能有什么作用? 结果, 他发现自己小瞧庆辰了, 竟是用这四个屁大点的军官, 撬动了这么多东西, 还埋下了那么多的悬疑。 师侄和师伯彼此相视一笑, 嘿嘿嘿, 庆辰看向难民们, 各位按照我们给的方向离开吧, 记住, 三天之内不要离开禁忌之地, 头上的甲级浮空飞艇还没走。 到了荒野人聚居地以后, 报刺耳带的名字, 自然会有人妥善安置你们, 你们都是务农能手, 在那里一定能重建自己的家园。 小雨也在一旁说道, 报我名字也有用。 谢谢, 一位老太太说着, 就要给庆辰跪下了。 庆辰将她搀扶住, 这都是我们家长会的宗旨, 不用感谢。 众人愣了一下, 家长会, 是之前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家长会。 庆辰说道, 好了, 各位此去一别, 不知道何时才会再相见了, 保重。 她倒不担心, 有人会去城市告密。 城市行事作风太过毒辣, 这些人心有余悸, 不会再去自寻死路的。 有人好奇道, 你们不走吗? 不走, 庆辰咧嘴笑道, 得把他们全杀了才行啊。 不然他们就要去火堂, 伤害我的朋友们了。 当初秦一乙和大长老不远万里去北方救他, 在那个极寒之地, 如果没有火堂参与战斗, 帮忙拖住一只野战师, 庆林和李承绝对, 活不到今天。 现在, 也该他还上这个人情了。 725, 影子杀人, 休。 倒计时56, 零点。 庆辰等人长途, 跋涉了一天, 终于远离了陈氏空军的活动范围。 不然, 大家总有点睡不踏实, 生怕陈鱼忽然从船上下来, 把他们全杀了。 众人靠在树旁休息, 小鱼枕在庆辰腿上睡得正香, 而庆辰刚剪掉自己的影子, 出去警戒。 别说, 剪影这玩意用来警戒是真的太好用了, 每24小时收回一次即可, 永远不知疲倦。 最重要的是, 这玩意真的很黑, 藏在树林里很难被发现。 庆辰闭目养神, 心中盘算着这里的规则。 008号禁忌之地已知的规则。 第一条是鼻毛的长度, 不能超过鼻孔。 第二条是不能乘坐超过两个轮子的载具, 但可以骑自行车。 第三条是不可以穿皮草。 第四条是不可以做任何清洁行为, 包括刷牙、 洗脸、 洗澡。 第五条是体质率不可以超过30%。 这五条是联邦已知的, 也就是各个财团都基本掌握的, 亦或是在黑市上都可以买到的。 庆辰也知道。 而他昨天在衍城市集团军地时候, 又通过荒野人的死亡, 得知了新的六条规则。 第六条, 走路不能同手同脚, 俗称顺拐。 第七条, 四肢不可同时着地, 做出爬行姿态。 第八条, 不可将水洒在地上。 第九条, 指甲不能留超过五毫米。 第十条, 每句话最少说两个字, 如果只是发出, 嗯好, 会触犯规则。 第十一条, 不能听到求救声却无动于衷。 然而, 即便已经测出十一条规则, 庆辰去找到寒羞草时, 对方依然会变成锋利的真业。 这说明, 庆辰依然没有知晓全部规则。 庆辰在想, 禁忌物大概率与超凡者生前能力相关, 而禁忌之地则是大概率与超凡者死前最大的执念相关。 例如, 洛兴宇对庆诊求而不得, 最终导致他所在的禁忌之地生成只准单身狗进入的规则。 而这个008号禁忌之地的规则, 所体现出来的便是残酷。 庆辰在理事学堂见过实验体的老照片, 它们虽然是人类的模样, 却匍匐爬行于地面上, 皮肤成灰黑色, 指甲锋利。 当时一整座城市被难以计数的实验体攻破, 所有人都只能亡命而逃, 四处躲藏, 就像是十号城市的灾难一般。 有人求救, 却没人帮助, 那也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就在此时, 枕在庆辰腿上的大宇缓缓睁开眼睛, 然后与庆辰四目相对, 气氛一度尴尬到了冰点, 彼此相视无言。 某一刻, 大宇很想装小宇喊一声庆辰哥哥, 这样他以后也可以把今天的事情推到弟弟身上。 但那四个字, 他实在喊不出来。 大宇就想不明白了, 小宇现在跟庆辰的关系, 已经好到这种地步了吗? 他得写信给小宇说说, 一定要离庆辰远一点, 骑士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缓缓坐起身来, 选择性地无视了刚刚那一幕。 Zerd提醒道, 我们现在在008号禁忌之地, 你上次睡醒后, 我们被陈氏部队给包围了, 昨天才刚刚摆脱他们。 明白了, 大宇是聪明人, 他知道, 既然是在禁忌之地里, 那就不能讨论规则, 老老实实跟着庆辰, Zerd他们照做就好了, 不要轻举妄动。 他知道, 008号禁忌之地是个怎样的存在。 那我们可以去近距离观察一下陈氏部队了, 看有没有机会打一波, 然后远顿。 老板, 咱们是要去团灭他们吗? Zerd好奇问道。 当然不是, 庆辰笑着说道, 先去看看他们, 是否真的相信我们的演技了, 稍带着杀点人。 出发吧, 预计在午夜降临前找到陈氏部队。 你们等会儿, 我凭什么要帮你们杀陈氏的集团军士兵啊? 大宇纳闷道, 我他妈是陈氏的人好吗? 庆辰看向他, 你跟陈鱼一脉肯定不对付吧? 我猜你是家主那一脉的人, 早就暗中厌恶陈鱼这一脉很久了。 毕竟, 家主被当作傀儡, 头顶还有个太上皇, 谁都受不了。 之前你在002号禁忌之地外面就出过手了, 现在犹豫什么? 凡是陈鱼要做的, 你都该阻止啊。 大宇没再说话, 眼前这伙太聪明了, 他不想说什么给对方猜测的依据。 陈氏部队并没有全部进入, 而是先派遣了一个团的1500人兵力进入, 撒开了阵型, 探索, 测绘008号禁忌之地的地图。 这支团级部队里, 工兵营携带着大量的测绘工具, 其中有一半都是用来建立全西地图的静态三维捕捉系统。 陈氏集团军想要从这里过兵, 完整的地图是少不了的。 午夜, 士兵们正佩戴着探照灯前进, 庆尘与子尔德等人就远远地蹲在草丛里。 大宇提醒道, 我的能力太醒目了, 使用一次便会被立刻认出身份来, 所以要打你们去打, 反正我是不会动用能力的。 庆尘沉默了两秒, 你是不想用小跳蛙吧? 大宇, 你不动手也好, 你的能力确实太有标志性了。 庆尘说道, 然而就在此时, 一名陈氏士兵在搜索时想上厕所。 于是, 对方就在距离庆尘他们不远处蹲下尿尿。 大宇心中疑惑了, 这陈氏怎么还有女兵? 他身为陈氏的核心成员, 也没听说过集团军有招募女兵上战场啊。 女兵不都在野战医院和文工团吗? 而且, 女兵用来探索禁忌之地也太儿戏了吧。 但大宇很快又发现不对劲了, 那不是女兵, 确确实实是个男性士兵。 只见对方站起身后并没有提裤子, 而是直接纵身一跃, 抓住了头顶一根树枝, 然后两腿缓缓劈开, 开始拉屎。 月光从茂密树棺的缝隙里, 零星洒落, 大宇默默地看着那个士兵, 以这种高难度且奇怪的姿势, 挂在树枝上, 拉出一坨坨的屎。 仿佛是在做什么? 行为艺术。 庆辰, Zerd, 陈家章憋着笑, 浑身都在抽搐。 看样子, 陈氏并没有看破他们的演技, 已经将他们演出来的规则, 全部信以为真。 唯有不知情的大宇, 被这行为艺术震撼了一百年。 他一时间心领神会, 这是禁忌之地的规则。 庆辰看着大宇那个大聪明的眼神, 顿时也明白大宇是怎么想的了。 但关键是, 他还不能解释。 在这禁忌之地里, 不能讨论规则的范畴时, 就算是讨论错误的规则, 也一样会触犯规则。 你们别动, 我来用影子动手。 庆辰说道。 大宇有一点没说错, Zerd和幻语的能力都太有标志性了。 如今庆辰想办法嫁祸给神代, 就不能让陈氏猜到截杀者的身份。 这时, 庆辰从衣服上揪出一些棉花来, 分别塞给三人, 示意他们将耳朵堵上, 然后才派出影子去杀人。 派出去之前, 庆辰还尝试给影子戴上了禁忌物S005大福。 影子的致命弱点是眉心, 而大福则是无法损毁的禁忌物。 这要是戴在李影子脸上, 约等于死不了。 但可惜的是, 大福的猫脸面具虽然可以戴在影子脸上, 但离开庆辰脸颊后, 却没法使用易容能力了, 无法变成黑色与影子融为一体。 这个猫脸面具一出, 恐怕会立刻让陈氏联想到他的身份来。 庆辰思索再三, 还是觉得嫁祸给神代更重要, 于是将大福重新带回了自己的脸上。 大宇撇撇嘴, 行说这货的禁忌物是真多啊。 他有点酸了, 要知道他可是财团的核心成员啊, 混了那么久, 也不过有两件禁忌物傍身罢了。 大宇原先还想去给Zert找个禁忌物来着, 但也没能找到。 此时, 影子已经杀入了陈氏部队探索区域。 庆辰的A级影子杀伤力极强, 且隐B性极好, 仅仅一弹指的功夫, 那黑乎乎的影子已经接连杀了三四人。 第一开涉事度, Omule。 影子在树林间穿梭, 以完全无法匹敌的姿态, 将陈氏士兵碾压。 陈氏士兵们反应过来后, 立刻开始收缩队形, 集结在一处。 他们疯狂地瞄准着影子的肚脐, 顽命地扣动扳机, 可影子实在太快了, 士兵们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有击中肚脐。 子弹打在庆辰影子身上, 大禹下意识地看了庆辰一眼, 他可是知道, 影子所遭受的疼痛是会反馈给本体的。 然而, 影子这都被打中数百枪了, 而庆辰却依然面不改色, 仅仅是皱了几下眉头而已。 大禹心中生起深深的忌惮来, 这种忍受痛苦的能力, 是正常人能拥有的吗? 庆辰笑着看了他一眼, 这影子还挺好用的。 不得不说, 剪影这个禁忌物确实厉害, 尤其是到了高级别超凡者手里, 一个汉不畏死且不好杀死的A级基因战士, 堪称恐怖。 陈氏士兵在毫无防备之下, 被杀得节节败退。 只用了五分钟, 一只180人的加强连便被杀溃, 士兵们疯狂地往禁忌之地外跑去。 有人高呼着救命, 其他人却不管不顾地跑。 下一刻异便突生, 那些见死不救的士兵竟一起倒地抽搐起来。 规则十一, 听到呼救声, 不可见死不救。 庆辰之所以早早让Zard他们带上棉花耳塞, 再堵上耳朵, 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听见呼救声, 迫不得已出去救人。 听不到就可以了。 正当他思索时, 加强连的连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手电筒, 打开后便有一束绿色的激光跟踪在影子身上。 激光致倒? 还没等庆辰操控影子躲闪。 苍穹之上, 忽然有一道橙红色的光束穿透树冠落下, 竟是精准地笼罩了影子身边的三米方圆。 刹那间, 影子被极度高温融化, 浑身破碎成黑色的碎片落在地上, 最终汇聚成流水似的往庆辰那边流淌。 影子所在的位置, 三米方圆都被烧住出一个巨大的黑洞, 地面下则是被高温诱化的土壤, 异常恐怖。 庆辰震住了, 刚刚那一瞬间, 他仿佛被火化了一般, 烧热的疼痛感此时弥漫在他皮肤上, 久久都不能散去。 他拉扯着大鱼等人, 撤退! 撤退! 这激光制导, 可空中响应速度太快了, 只要不小心被照到一下, 人都没了呀。 庆辰有些遗憾, 这才杀了一个加强连, 就被逼得仓皇后撤, 剩下的人该怎么杀? 四个人一边撤, 一边抬头看向天空, 生怕陈氏舰队跟上来了。 大鱼说道, 你不是击落过一艘浮空飞艇吗? 把他也弄下来啊? 庆辰没好气到, 那得和泱泱一起协作才行, 我自己一个人又靠近不了他。 而且, 万一陈鱼真在那艘浮空飞艇里, 他随便派一个飞天神女出来, 我和泱泱都得一起暴毙。 庆辰甚至觉得, 那位陈氏半神至今没有露面, 可能就是想掉他和泱泱这样的人, 一旦有人想要尝试着击落那艘浮空飞艇, 飞天神女就会教大家做人了。 三二的好奇道, 我们接下来还去截杀他们吗? 先不杀了, 影子的CD是24小时, 起码要等影子重新出现才行。 庆辰说道, 此时他的影子并没有在身后重新凝结成人形, 而是一团混沌的黑物不断聚合又分散。 宿主的影子一旦被击碎, 就会陷入这种状态, 短时间内无法再次凝聚。 庆辰笑道, 不用着急, 让他们被演技折磨一会儿再说。 等他们饿几天肚子, 精神紧绷各一段时间, 咱们再全力出手。 不然的话, 陈氏集团军里藏着的数十名超凡者, 够把咱们杀个四五遍了。 他不能直接说规则俩字, 只能先用演技来替代。 陈家张在一旁慢悠悠地说道, 要是陈瑜那小子来了, 咱们十条命也不够他杀的。 他一副画作, 就够杀我们所有人两三遍了。 再二个挑挑眉梦, 阿伯怎么可以长别人士气, 灭自己威风呢? 你以为自己, 在半神面前能走过一回合吗? 陈家张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Zerd认真说道, 他最多杀我一遍, 再厉害也不可能杀我第二遍。 我那是夸张的修辞手法呀, 陈家张无力吐槽。 这位九疯子本来已经不问世事了, 谁说什么他都不反驳, 但唯独面对Zerd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 他就感觉自己心里的火气蹭蹭往外貌。 庆辰说道, 话说, 这里不是火堂的春季农场吗? 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吧? 咱们先别管陈氏不对了, 将这里搜罗一圈再说。 Zerd, 到时候, 你把那些植物全都放在自己身体里, 带回学院, 然后让南宫元宇, 孙楚慈他们种下。 好嘞, Zerd笑着说道, 这时, 大宇忽然有点想上厕所。 他问声问气地小声说道, 我去上个厕所,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说着, 大宇脱离了队伍, 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小心翼翼地回头观望了许久, 确定身后没人之后, 这才慢慢解开裤子, 然后纵身一跃, 双手挂在了树枝上。 下一刻, 他的身体僵住了那A级的强大D6感, 让他感受到有三树目光落在了自己背上。 紧接着, 他背后爆发出一阵欢腾的笑声。 大宇, 726, 风中凌乱, 咻。 此时此刻, 三个人蹲在灌木丛后面, 发出呃呃呃呃呃呃呃的笑声。 大宇面色铁青地挂在树上, 下来也不是, 不下来也不是。 刹那间, 他连死在这棵树上的心思都有了。 另外, 大宇也认真思考起, 要不要假装小宇的事情。 最终, 他叹息声, 晦气挨一。 快下来吧, 庆辰克制着自己的表情, 斟酌着语气。 我们,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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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大宇黑着脸松开双手, 从树上掉了下来, 然后提上了裤子, 到底怎么回事? 陈家张? 其实是这样的,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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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给试吧 大宇平静地点点头 只见他双手骤然合拢 左手凭空从右手的手心里 抽出来一只长长的画轴 庆辰顿时就惊了 等等 禁忌物ACE-047空间戒指 陈嘉章 卧槽 3rd 卧槽 联邦禁忌物总数可能保守估计有300多件 有人猜测 没编号的应该还有100多件 但这将近500件禁忌物里 只有一个存在空间属性 那就是禁忌物ACE-047空间戒指 很多人将他奉为瑰宝 他却在几百年前突然失踪了 再也没出现过 连胡适情报机构 都没有机会记录他的模样 这简直就是主角标配的禁忌物啊 难怪大宇身为陈明画师 却从来没有把画轴带在身上过 这是大宇身为陈氏核心成员的最强底牌 当所有人都以为他画作不在身边时 那空间戒指里的画作 绝对可以让所有敌人感到惊喜 而且最关键的是 大宇很清楚 陈氏画师的最强能力是什么 绝不是像陈鱼那样频繁战斗 而是一生用话作战斗一次 一次便一锤定音 如陈玄武那般 所以 他在厮杀时 一直用的都是语言 而不是自己的画作 鬼知道 这货现在存了多少 大宇冷笑道 看来要杀人灭口了 陈家张 Chart 庆辰 跑啊 说话间 三个人在前面一顿完命逃跑 大宇则在后面凝笑着追赶 四个A级高手就在这禁忌之地里展开了一场生死追杀 惊得那些野兽都一阵慌乱逃跑 008号禁忌之地里一阵鸡飞狗跳 大宇生生追杀了他们上百里地 最后还是陈家张拉下面子 小伙子 抱歉抱歉 你别把这事放心上 我们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呃呃呃呃呃呃 大宇本来都快消气了 陈家张这一笑 硬是又追杀了一百多公里 从晚上追杀到日出 陈家张实在有点遭不住了 他被酒精掏空的身体已经无法持续作战 只能捧着脸连连道歉 大宇冷笑道 再敢笑出一声来 给你们全杀了 不笑了不笑了 庆辰和Zerd摇头说道 陈氏化氏积攒一声的怒气 确实不是他们能扛住的 大宇冷声问道 还有什么事情 是我应该知道的 没了没了 庆辰说道 其他的 你看我们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吧 要出丑 也是我们先出 哼 大宇争宁说道 以后再让我发现这种事情 大家就同归于尽吧 好的好的 庆辰这时看向附近 我认识这些植物 这些植物 在李叔同给他植物资料上出现过 名叫斐力果 三年开花 三年结果 能稍微改善一些修行天赋 这玩意非常稀缺 资料上甚至没有记载过一个人最多能吃多少颗 因为实在太少了 吃一颗就算是天赐的机缘 所谓天赋 就是指人体内经脉的贯通程度 如果你身体经脉是相间吐露 那你修行的自然会慢一些 如果你身体经脉是高速攻陆 甚至是高温超导磁悬浮 那你修行就会像李同镇一样 事半功倍 而这个斐力果的作用 大概就是修路 快快快 把这三颗连根跑走 庆辰交代七字 咱们这种运气 也是没谁了 感谢大宇 不是他追着咱们 跑了两百多里地 还遇不到这种东西呢 008号禁忌之地太庞大了 想遇到这种东西 也很难得 就像是山中采餐客一样 其实山里的人生很多 但你能不能遇到 是另一回事 禁忌之地里都是无主之物 遇到就是赚到 庆辰想了想安排到 这三株斐力果要以露水浇灌 每天破小时都要有人 守着灌溉一滴 这三颗果 可以先给大宇吃 先让大宇看看 吃到多少颗能达到极限 大宇愣了一下 给我吃 你有这么好心 这别是什么有毒的东西吧 你去看看 胡氏情报机构的第三百九十四期 上面有对斐力果的详细记载 庆辰说道 咱道 现在是朋友吗 不光是斐力果 还要给你紫兰心 助你修行来着 大宇心中一阵别扭 鬼跟你是朋友 庆辰继续交代尊 斐力果这种东西 最好是全力攻一决人吃 一个修行天才 比一百个修行废物都强 有紫兰心的辅助 就是几何增长 待到大宇吃完 下一个给南宇臣吃 接下来一次是留得住 小三 小七 小五 南宫远宇 庆辰规划着 一旁的陈家章 听他爆出来一长串名字 而Zert还在认真地记录着 他疑惑不解 现在咱们的规模都这么大了 大宇在旁边冷笑 现在形容骑士 得用窝来衡量了 一窝一窝的 比母猪生涌都快 明知 陈家章正然 时代变了吗 现在有多少骑士了 庆辰谦虚道 我的徒弟有一百多个吧 对了 师伯 你有几个徒弟 陈家章 走吧 我们距离城市部队太远了 没办法很好地掌控他们的动向 庆辰说着 带头往回走去 八小时之后 火堂上百人的队伍 缓缓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他们每人背着一个采药竹篓 看起来就像是山里的采餐客 大肠老眉飞色舞地说道 当年我找到斐力狗的时候 就像你一般大呢 那时候火昏的大肠老师 讲出锣布 他说 我是被上天眷顾的人 所以开始 把我当大肠老培养 我在二二岁的时候 就成了咱火昏的二长老 风光无限啊 请一一问道 斐力狗对咱们火堂人也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大肠老乐呵呵笑道 咱土生土长的火堂人 每三年都要选 三个天资最好的孩子 由神明指定 然后喂下斐力狗 这样等他们完成割脚礼 接受神明洗礼的时候 就能获得更多的力量了 一一啊 等采完斐力狗 你就带着我们 在禁忌之地里随便走走 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 走上三天三夜 你能遇见什么 咱们就采什么 火堂进禁忌之地 采药是有讲究的 前三种是他们定好了目标去采 例如斐力狗 他们直奔过来 采完为止 采完前三种 剩下的就必须 选一个神子 神女赌运气 遇到什么就采什么 没遇到就算了 哪怕你知道珍惜草药的位置 也不能再去了 这是火堂历年来的习俗 意味尊重自然 收敛人类的贪婪天性 不节则而鱼 给大自然修养生计的机会 这种方法或许矫情了些 但火堂这么多年 都秉持着这个习惯 从未打破过 然而就在大长老 抵达斐力狗旁时 看着地上那三个 空空如也的树苗坑 谁 谁 大长老怒吼起来 谁把我斐力狗给挖走了 啊 每三年来采一次斐力狗 已经是火堂的固定科目了 现在 斐力狗竟然被人连根挖走了 太过分了吧 你摘果子也就算了 连根挖走算怎么回事 这时 绳子夹错俯下身子 粘起一点 土放在嘴里细细品尝 大长老 这个坑挖开最多八个小时 对方应该还没有走远 我们能追上 追 大长老怒吼道 让我知道 是谁挖走的 非杀了他们不可 众人骑上高头大马 纵马往沁尘等人离开的方向追去 一位中年火堂人 在前面斥足狂奔带路 这是火堂最优秀的猎人 也最擅长寻找猎物踪迹 秦姨好奇道 谁会知道斐力果的地点 不是说008号禁忌之地里 没有人赶来了吗 大长老迟一片刻说道 可能是骑士 嗯 秦姨已疑惑道 何以见得 我也没什么证据 只是他们喜欢干这种 自己吃肉 汤都不让别人喝的绝乎行为 大长老说道 我觉得就是骑士干的 其他人没他们这么缺职 气 然而说到这里 大长老却发现 秦姨已眼睛一亮 分明高兴了起来 他没好气说道 小祖宗物 人家把咱们火堂的宝贝都挖走了 你高兴个什么劲 秦姨说道 或许不是他们呢 毕竟每年探险者几万人 光是整个联邦的荒野猎人 就有十多万 也不一定就是骑士嘛 我倒希望是骑士来着 此话一出 旁边的火堂汉子都愤愤不平起来 他们都想赶紧找到强匪立果的人 看看到底是不是骑士 如果真是那个庆臣 他们就可以和对方掰掰手腕 让秦姨看看 是骑士传人厉害 还是他们火堂的汉子厉害 火堂人纵马追了几个小时 却在一处小溪前断了追踪的线索 那位中年猎人说道 他们可能是涉水过去了 我们得去对岸继续找线索才行 追 弄死他们 大长老说道 隔了十多分钟 小溪旁边的泥土之下 Zard以觉醒能力开辟的地下堡垒中 沁尘等人醒来 先前大雨追杀所有人 从晚上追杀到早上 搞得大家都一夜没睡 这会儿所有人都正不叫呢 这地下堡垒内部有十多个平方 顶上只留了几个仿造之了 爬出地面的孔洞来呼吸 大雨问道 什么人 竟然在禁忌之地骑着马 沁尘平静分析道 不是陈氏部队 行进方向不对 陈氏部队内也没有马匹 陈家章忽然说道 是火堂 我以前跟踪过他们 想看看这008号禁忌之地里 有什么秘密来着 结果被他们给发现了 沁尘 你们这样惦记人家火堂 人家不喜欢你们 也很有道理啊 他耐心劝道 不要老打人家火堂的主意嘛 火堂人都挺不错的 咱们其实要跟人家和睦 相处才对 陈家章没好气道 没大没小的 少来教训你师伯 这时 沁尘说道 3rd 把地堡打开 我要去追上他们 他们这么走下去 一定会和陈氏部队撞在一起的 我得把他们给拦下来 好嘴 3rd说着 将地面打开 大宇没好气道 要去你们去啊 我要再睡会儿 说话间 他便发现地堡里 已经只剩下他自己了 大宇犹豫了两分钟 最终还是骂骂咧咧地 跳出了地堡 火堂一百多人的队伍 纵马快速行进着 不得不说 在这种地方 马匹可比机械化部队 好用多了 这时 大长老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 笛声说道 下马 姨姨你看好马匹 他们不能有事 却见他从腰间抽出黑刀来 压低了身子 往前面前行过去 他勾楼的背部 刚好与茂密的灌木起平 他悄悄扒开灌木 往前方打量过去 赫然看到陈氏部队 正缓缓向前推进 攻兵营的士兵 还在用工具测绘着地图 这时 一名陈氏士兵 跟战友小声说了点什么 然后快速朝树林深处跑来 只见他松了松条腰带 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 然后居高临下地看见 趴在灌木丛里的火堂一百多号人 土兵人都傻了 甚至忘记了插开腿的动作 就这么直勾矩地 在树上挂着 被一百多人正正注视着 他在风中凌乱了 他整个人也是猛的 这个士兵在干嘛 是发现了我们吗 可是你发现我们了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举动来 是在挑衅吗 不怪大肠老反应不过来 实在是眼前这一幕 太过匪夷所思 还好小一意没有跟过来 不然眼睛都脏了 下一秒 陈氏士兵怒吼 嫡喜 火堂 大肠老抽刀将他一分为二 然后匆忙向后退去 上马上马 撤离 这是陈氏的集团军 只见陈氏士兵听见呼声后 蜂拥而至 枪火在禁忌之地里进发 激烈如大年三十晚上的鞭炮 亦或是春天的惊雷 火堂人也拿出自动步枪来还击 可他们才一百多人 陈氏的先遣部队则有五百人 火力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快快快 头顶说不定还有他们的空军部队 千万别被激光制倒了 一旦被锁定必死无疑 大肠老对集团军的作战方式很熟忍 Enel 只因为联邦集团军 开发那一条激光制倒 激光炮打击的快速 想欧空中支援地面的方式 本就是为了针对禁忌之地这种地形的 大肠老回头看了一眼 他已经看到有人 拿出了激光制倒射筒 他目自欲裂 要让对方完成远程激光制倒 他们最少要死一半人 你们先走 我来挡住他们 可话音刚落 远处阻击枪声响起 那名手持激光制倒射筒的军官身上 立时爆出一捧血雾来 这时 陈家章也出现在火堂众人面前 快走 陈渝说不好就在天上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大肠老悲愤交加 果然是奇事 遇到你们准没好事 众人边战边退 而沁尘的狙击枪 竟是一个人将四百多名士兵 压制地放缓了追击速度 727 半神之威 云泥之别 秀 陈家章 不要恋战 不要试图回去反击 这些陈氏部队后面 还有一整只野战旅 最关键的是 空中部队里 很可能有陈渝 大肠老一边往马匹方向跑 一边问道 斐力果是不是被你们挖了 陈家章愣了一下 斐力果 什么斐力果 你在说什么 这位师伯的语气之真诚 竟让大肠老心中 生起了一丝愧疚感 对方帮忙拖延时间救了他们 结果他们竟然还怀疑 人家偷了斐力果 大肠老反思 自己刚当的声音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语气也不太好 骑士 虽然恶心人属世界一流 但真要碰上原则问题 骑士也确实为火堂挺身 而出过好几次 可下一刻 Zat与大羽过来会合 Zack开口说道 我帮老板扛了一波枪林弹雨 他正在转移阵地 准备截杀那些 带着激光制导设备的土兵 他让我们先离开 您放心 三猪斐力果都没事 大长老 陈家章 你补这最后一句 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大长老痛心疾首 你们骑士猜羊毛 也去猜猜别人不行吗 怎么就抓着火堂菜呢 陈家章安慰道 别人也圆的 不光领你们 大长老 众人已经来到驻马处 翻身上马衣 可是 他们刚要往北方去 却见秦姨已反身往战场跑去 大长老见了 小祖宗啊 你干什么去啊 清晨自己会撤离的 不行 我要亲眼看着他撤离 你们先走 少女在树林间吐起胡落 身形矫健如黑豹 陈氏的野战团 有五百人编制 当他们与火堂遭遇的十分钟内 就完成了收缩与集结 通讯频道里 通讯兵正快速呼叫支援 以遭遇火堂队伍 重复 以遭遇火堂队伍 请求支援 火堂大长老和神女 也疑似在队伍之中 只这一句话 便像是欠了马蜂窝似的 陈氏部队 这次穿过008号禁忌之地 本就是打算彻底镇压火堂的 结果现在还没到西南大雪山 火堂就自己送上门来 浮空飞艇上 已经有人给地面的旅长下达命令 权限推进 务必要助火堂的队伍 竞技之地内部 团长指挥道 激光制导连 你们分散到森林里 一定要找到机会 瞄准火堂队伍 用空中打击 来拖慢他们的陶瘸节奏 主力部队对狙击手方位 进行火力覆盖 不要怕死 他只有一个人 说话间 火力朝狙击手刚刚所在的位置 汹涌覆盖过去 可是 狙击枪忽然停歇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 狙击手到底去了 等等 狙击手已经撒退了吗 竞技之地的可是条件太差了 赶紧打开热成像系统 狙击手不见了 所有人快速前进 但注意不要超过 每百米斜杠14秒的速度 团长在通讯频道里吼道 先前 难民们就有人因为跑得太快 而触犯了规则 这个速度有点尴尬 说快不快 说慢不慢 一般情况下 14至15岁初中体育特长生 就能跑进这个速度了 更别说那些陈氏士兵 更尴尬的是 特种侦察连 这连队里 人人都是基因战士 结果一个个被压着速度 谁也不敢跑快 说实话 陈家张思虑也够缜密了 先是伪造规则 不让陈氏士兵吃饭喝水 然后又为 打不过就逃跑不下了伏笔 甚至还有不能蹲着拉屎的规则 来增加羞耻感 这伪造的规则 可以说是相当全面了 可心之中 竟然还透着一丝深思熟虑 然而还没等陈氏部队 看到火堂的身影 却听树林里有人哀嚎着 救救我 求救你们快救救我 求救的人生死历劫 仿佛快要死了一样 声音感觉能传出好几里地区 士兵们皱眉 这是哪里来的求救声 一名士兵说道 连长会不会是战友 不可能 那个方向没有战友 连长冷静道 我们现在有最重要的任务 不得停留 此时 树林里的沁尘一边跑一边喊着 可他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自己求救之后 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那些激光制导连的士兵 竟然还在前进 难道是之前自己观察错误了 当时一位老太太 因为体力不支 落在了队伍最后 她眼看着所有人都走远了 又听见禁忌之地里 有狼叫声 于是对前方三绝人 有气无力地喊着 救救我 不要丢下我 那三个人听见了 却只是看一眼 无动于衷 于是 三个人一同暴毙 没错 确实是 不能听见求救 却无动于衷 庆尘认真思索着 难道说 必须真的有危机 又或者是呼救的人 必须认为自己有危机 思索间 他面前忽然 帮出一根吐刺来 那吐刺接二连三的出现 似是要置庆尘于死地 庆尘继续喊 救命啊 救救我 激光制导连 还是没有反应 完全没事 可下一秒 一只白纸蝶的小跳蛙 从灌木丛里 凶狠地朝庆尘 驳耿咬来 庆尘仓促躲避 竟是被那小跳蛙 一口咬在肩膀上 鲜血淋漓 他拼命地喊着 救命 救救我 激光制导连里 士兵听见这叫声 太过惨烈 忍不住多看几眼 但是 他们只能看到一个人影 在快速晃动 却看不清虚实 通讯频道里 激光制导连的连长说道 不要理睬他 可能是有人故意干扰视线 我们GS 这位连长话都还没说完 人就已经没了 士兵们看着浑身抽搐 而倒地的连长 顿时急了 哎 和他一起没的 还有整整179个 激光制导连的士兵 仅仅一瞬间的功夫 激光制导连 竟然团灭了 禁忌之地的规则 像是一柄利剑 高悬于每个人的头顶 先前陈氏驱赶难民 过来探索禁忌之地 本该得到这条线索的 结果被沁尘 陈家张 Zerd 误导着到了血媒 假的规则记了一大堆 真的那是一个 都没看到 直到这一刻 沁尘才松了口气 自己琢磨的规则 果然是正确的 呼救者 必须自身真的遇到 生命危险才行 他先前为了留着备用计划 交代Zerd和大宇走远之后 尝试着攻击自己 以此来人为的制造危机 禁忌之地的 规则判定是复杂 而且是神秘的 要多做 一手准备才行 但问题是 Zerd对攻击自己时 自己呼救并没有用 大宇攻击时就有用了 这说明 大宇是真想过 借机弄死自己啊 整挺好 另一边 团长还正在率领 主力部队匀速前进 准备等空中火力支援到了之后 立马对火塘进行围艰 团长切换通讯频道说道 激光制导连 你们队伍里 有两名基因战士 让他们直接触犯规则提速 用命把火塘给我留 激光制导连 通讯频道里 根本就没人回应他了 激光制导连的频道里 一个人都没了爱 团长顿时浑身打了个机灵 到现在为止 他甚至还没看到 与他为敌之人的影子 结果整个激光制导连就 全军覆没了 怎么没的 这也太草率了吧 这时 团长知道 这不是他能应付的局面了 这次他选择直接向 浮空飞艇的频道汇报 禁忌之地里出现未知狙击手 威胁级别非常高 那艘甲级浮空飞艇里 有人轻达了一声 下降高度 准备出手 浮空飞艇里的作战人员们 愕然发现 浮空飞艇里的这位大人物 竟是对那狙击手的兴趣 还要胜过火堂 下一刻 连同舱弯之上的浮空飞艇舰队 也开始渐渐下降高度 准备在天空中 支起一张大网 庆辰再端掉激光制导连后 便没有再做任何停留 直接向后方撤退 他已经隐隐听到 头顶那专属于浮空飞艇的引擎声 这说明 陈氏舰队在不停地下降着高度 庆辰在野战团的视野之外 全力狂奔着 刹那间 他忽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响 似乎是有人从天而降 神区穿过树冠 与树枝 树叶的摩擦声 庆辰心神一领 有人从浮空飞艇上面落下来了 A级高手吗 他心中生起莫名的危机感来 这危机感 仿佛黑色大海的潮水 汹涌着 要将他吞噬进去 不对 来者不止A级 A级没办法给他这么大的压迫感 庆辰在前冲时下意识地俯下身子 与此同时 竟有一柄巨大的降魔将从他头顶掠过 那降魔柱滑破风声产生共振 嗡嗡嗡的声响 让庆辰心肺也共振起来 顿时便感到一阵恶心 这降魔柱明明没打到人 却和神话传说里一样 有着震人心神的作用 不好 这个速度 是陈瑜的画作 陈瑜果然就在头顶的浮空飞艇里 危险 思索间 庆辰做出顺势 做出前扑动作 只见他一个逾越出去 就地翻滚了两圈后 行云流水般站起身来继续狂奔 怎么办 怎么办 他如今骑士之躯不过B级 就算他晋升A级了 也不可能跑得过半神的画作呀 庆辰回头看了一眼 却见背后那手持降魔将的降魔金刚 面色蓝黑 三头 六臂 四足 金刚身高两米四 走起路来却无声无息 仿佛声音在他脚下的声音 都被吞噬了似的 还没等他跑出去百米 小魔金刚已经来到他身后 再次砸下降魔杵 空间震荡起来 庆辰只觉得心肺剧烈般疼痛起来 他向左一个侧步 躲开小魔杵 转身想要改变行进路线 可小魔金刚的另外五只手 已经伸展开来 封死了他左右的去路 轰然一拳袭来 庆辰咬牙 以双臂抵挡在胸前 硬生生接下这一拳 整个人如断线风筝似的飞了出去 这一拳配若山海 壮如龙虎 庆辰的胸腔被这力量挤压着 内脏纷纷出现裂痕 他在空中吐出一口血来 那飘飞的血液 就像是拉扯着风筝的线 若不是龙鱼加持骨骼 这一拳就能让他双臂尽碎 死 他在空中忍着疼痛 咬着牙锯 陷出黑居来 庞大的电磁能在枪膛之内流转 赵安吉的电磁 在几毫秒内完成注入 轰鸣一声子弹出膛 爆裂有声 电光火石之间 却见降魔金刚的正面头颅 被贯穿出一个孔洞来 那蓝黑面孔上獠牙争鸣 二牙上出 二牙向下 这头颅无防备的情况下 被沁尘击穿 闭上了眼睛 可还没等沁尘高兴 左侧头颅竟转到了正面来 这降魔金刚 根本没受任何影响 他再次扣动扳机 可这次降魔金刚 直接以降魔杵遮挡面部 那电磁加速的子弹 打在降魔杵上 竟是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不行 根本打不过 打不过 逃不了 沁尘的心情陷入谷底 上一次如此绝望 还是在C级时 遇到了A级的神代云河 但与神代云河的狡诈不同 陈瑜这次是一粒将实惠 任由沁尘如何挣扎 对方都没有 给沁尘留一丝活路可走 沁尘重重地摔到地上 又弹起翻滚着 四肢百孩的藤是深入骨髓的 仿佛被人在骨头上 打了一千根钢钉 身上已经没有力气了 痘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冒出 他刚刚爬起身来 那响魔金刚再次来到他面前 一脚踢至 滚烫的呼吸 交叉在前的双臂 沁尘再一次被踢飞 这一次 他分明听到壁谷里传来猎声 饶使他吃过九条龙鱼的骨骼 都扛不住了 这便是尘世半神化作的威力 难怪当初如神戴云罗那样的人物 也会被飞天神女一击打落苍穹 半神是座高山 只有你站在山脚下 才知他的巍峨 沁尘躺在地上奋力挣扎 想要站起身来继续战斗 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 没人能来救他 甚至没人知道 他在这里经历着什么 沁尘为了不把沉鱼朝火堂那边引去 甚至选择了一个背离的路线 但是 依然要起来战斗 沁尘咳着血 笑着说道 想杀我很久了吧 但杀了我又怎么样呢 我哥哥沁准在你心里的阴影 你不是依然无法磨灭吗 还记得他说过什么吗 他是你这辈子都 无法迈过的高山 小魔精刚冷笑 他声音像是金属在摩擦般刺耳 仿佛魔音贯耳 沁准已经死了 你也会死去 沁尘也会一同死去 那要怎么样 沁尘像个无赖一样 可这鲜血笑道 若不是有人无耻地 将不灭凶真送给你 你已经死了 你心里应该看不起李秉熙吧 但其实 你们是一类人 前进的时 就先给自己留好了退路 小魔精刚不再废话 他举起小魔杵 狠狠劈下 然而就在此时 沁尘身下的土壤忽然松动 地下骤然出现一个深坑来 任由着他向下掉落 摔在坑里 总比直接挨一记小魔杵强 与此同时 坑洞的两旁 地面下骤然有刀光惊险 长长的黑刀斜斜上挑 大长老从土里跃起 一刀反手上撩 大长老怒目圆瞪 须发皆张 破 这是天下最锋利的刀 禁忌物S001 神明的刀 这是任小素千年前 持将天下石所使用的刀 由这位唯一神明 在生命危机之时 牵动精神意志 一 七次感谢自己 与世界共鸣而铸造 可展天下万物 无物不可摧 那时 任小素七次感谢自己 第一次 我感谢自己面对机会时 从不怯弱 第二次 我感谢自己面对危险时 从不畏惧 第三次 我感谢自己面对磨难时 从不妥协 第四次 我感谢自己面对诱惑时 总有底线 第五次 我感谢自己 从不虚伪 第六次 我感谢自己清醒如初 从不迟疑 第七次 我感谢自己在生活的泥潭里 一路高歌 披荆斩棘 那是神明的精神意志 第一次尝试与世界重新共鸣 然后便铸造了这柄黑刀 黑刀有两柄 一柄在火塘 一柄在正远东手中 半神化作在如何厉害 也比不过神明铸造的刀 大肠老手里巨大的刀是自下而上 与降魔杵劈砍在一处 消的一声 那坚不可摧的降魔杵 竟在这一刀之下 被劈为两劫 降魔金刚冷笑 还是得死 说话间 他竟徒手制出半截降魔杵 如炮弹般 狠狠轰向坑中的沁尘 这位半神杀沁尘之决心 万分坚定 但降魔杵并没有落在沁尘胸口上 却见 Zerd不知何时出现 此刻正负在沁尘身上 用元素化的身躯 死命将沁尘牢牢护住 那根降魔杵 从他身上透体而过 发出沉重的声响 Zerd用身上的沙土 不断角磨着降魔杵 增加摩擦力 半神化作一击 胸口透出一个尖来 没有伤及沁尘 Zerd惨笑道 老板 斐力果没事 沁尘正正地看着 刹那间 数百只小跳蛙 从周围围拢过来 大肠老将刀花碗的密布透风 硬生生用黑刀 将小魔金刚逼退数十米 快带他走 秦一已跳下坑里 扛着Zerd和沁尘两人便跑 沁尘挣扎着说道 不能跑 必须杀了 这小魔金刚才行 放我下来 秦一已经毫不犹豫地放他下来 女孩 对沁尘的每一个决定都毫不质疑 沁尘半跪在地上举起黑笛 他稳住自己还在颤抖的双手 扣动了扳机 小魔金刚的第二个头颅被贯穿 728 亡命天涯 秀 呼吸 沁尘快速调整着呼吸 试图将自己紊乱的身体系统平复下来 可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 甚至连视线都模糊起来 沁尘的狙击电磁炮 最多三枪 他已经连续开了两枪 这两枪分别击穿了降魔金刚的两个头颅 但第三枪 对方死活都不再给他机会 降魔金刚与大长老战斗起来 彼此都快到了极致 身影交汇间 彼此都模糊了几分 沁尘没把握 只打到降魔金刚 在地上 胸口还插着那半截降魔杵 他双眼无神地看着树冠 老板 如果我死了 请把我回归的尸体 埋在咱们战争药赛里 以后我吸出竞技物了 请一定随身带着 我想 引你继续并肩作战 沁尘 还挺严谨 知道自己尸体会回归 所以也不提埋在002号竞技之地的事情了 嗯 Zard说道 老板我好累 还有点冷 秦姨已在旁边堵大了眼睛 神情有些伤感 眼泪都在眼塌边缘打转了 Zard补充了一句 电影里都这么演的 沁尘哭笑不得 你到底有没有事啊 我没事 Zard说道 就是这玩意卡在胸口 感觉挺别扭的 但习惯习惯就好了 沁尘 你没事 躺地上干什么 1 Zard 我在数叶子 但禁忌之地里的每棵树叶子太多了 我数不过来 我刚刚数到多少了来着 沁尘心中松了口气 立刻笑骂道 就知道 你是免疫物理攻击的 这小魔杵 虽然来自半神 可他也是物理攻击 Zard摸了摸 小魔杵从胸口冒出来的尖尖 忽然给自己头上的小树苗拔掉了 沁尘愣了一下 这小树苗 你都顶着一个多月了 怎么忽然拔了 Zard认真说道 我有新的限定皮肤了 就叫半神之节Zard 以后我就是所有半神的结束 就在这危险紧张的环境里 沁尘看着对方胸口上欠着的小魔杵 差点笑出声来 说实话 如果Zard因为救他而死 恐怕对方会成为沁尘心里 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不管多长时间都无法愈合 这世上之人 每天都在为利益而活 为利益而交往 唯有这Zard毫无所求 只为兴趣 一片赤诚与真心 这样的人如果死了 那会是世界的损失 哦 我已经听到远处有部队行进的声音了 最多三公里 吉尘说到这小魔杵别就是 在跟我们拖延时间 沉渝不舍得再使用第二幅画作了 他要拖到集团军过来 不好 这里已经被单兵排击炮 覆盖在攻击范围了 时间开始紧迫起来 沁尘勉力站起身来 秦姨已看着他 我背你吧 咱们撤退 沁尘笑着说道 不用的 秦姨已认真的看着沁尘 少年的模样一点都没变 还是当初那个倔强的小仆役 真好 沁尘看向战场 想魔金刚面对两位A级 距离挥舞的手臂如摆锤 硬生生砸飞了陈家张 大长老几眼了 你现在怎么这么弱了 你被打飞了我怎么办啊 你们其实还能不能再坑一点 说好了并尖子上 一起是神 结果 你这么不经打 当年你打我劲都去了 陈家张躺在地上咳血 打架哪有喝酒有意思 草 大长老杀红眼了 没了陈家张的劣阵 大长老也渐渐历劫 A级单独面对半神的画作 一个个全都败下阵来 战斗至此处 所有人身心俱疲 陈瑜只撕毁一张画作 便同时将沁尘 ZIRD 大长老给一起逼上绝路 这便是半神之威吧 若不是影子当初破了陈瑜的底牌 毁了他的画作 此时的陈氏半神会更加可怕 这个境界 已经站在了半神的巅峰上 难怪陈瑜有了野心 开始图谋中原 原来是有了十足的底气 此时 降魔金刚占据上风 处处都在压制着大长老 三头六臂 如疾风咒语倾盆下 却见大长老一刀劈下 而那小魔金刚进骤然四掌盒时 将那柄黑刀给按在掌心之中 下一秒 小魔金刚多余的两条腿 两条手臂一起攻来 三头 六臂 四脚 仿佛开了挂四的 一个人能当三华人用 煞食 大长老双手握刀 猝不及防下 被小魔金刚一脚踹飞出去 而黑刀却留在了对方的四只手掌里 ZIRD 完了 巴比欧了 沁尘 卧槽 小魔金刚拿下魔匠的时候 就够难缠了 如今黑刀到了对方的手上 这还不是见谁砍谁 这谁看得不迷糊 救人 沁尘怒吼 ZIRD 保护大长老和师伯 ZIRD已经入流沙班渗入地下 小魔金刚挥舞着黑刀 便朝大长老劈砍过去 可他这次速度没有那么快了 却见小魔金刚脚下坚硬地面 一时间全都化作了软沙 那硕大的身躯 也在不断下线 然而小魔金刚太快 跑在沙里上 却如同踩在平地 这时 秦一已已经赶到 他拖着动弹不得的 大长老右腿就走 大长老只觉得头皮一凉 黑刀已经斩在了 他头顶一厘米外的地面上 这一刀吓得他浑身一击灵 但凡秦一已慢上一秒 甚至是零点一秒 他今天就得死在这里了 小魔金刚还在追逐着 他蹚过软沙 朝大长老和秦一已劈砍过去 你跑 不要管我 大长老急了 你才必急 拖着我跑不过他 我不一要死一起死 秦一已知千道 大长老看着小姨姨那 倔强的表情 忽然感慨 自己没有白藤 这个小祖宗啊 总归还是有回报的 庆尘突然大喊 大鱼 我的朋友大鱼 你在哪里 书冠上 大鱼没好气到 跟半神战斗的时候 你可以别想起我吗 哎 那可不行 庆尘一边开枪 一边笑着说道 我们是朋友啊 快些动手 我们去帮大长老 不杀了这小魔金刚 若是让他就这么对所有人展开追杀 逐一击破 那大家都得死 大鱼坐在树冠上 漫条丝里的说道 会死的是你们 我可死不了 庆尘大喊 Faird如果死了 小宇怕是要哭个七天七夜了 大鱼沉默几秒 骤然从自己手心里 扯出个背包来 里面是塞满的小跳娃 一个个蹦蹦跳跳 朝祥魔金刚厮杀而去 不够 庆尘说道 撕破脸吧 代表陈氏家主 跟陈氏半神开战 你那些画作呢 别留着了 大鱼翻了个白眼 你懂什么 我一旦使用画作 他肯定能猜到我身份 陈氏画师就那么先 只有我不在他的行踪掌控里 这件事情牵扯甚远 你少在这里给我拱说着 大鱼又从掌心掏出一个背包来 那是小鱼给他叠的鱼焰 也是他压箱底的杀手锏之一 下一刻 鱼焰划破背包飞出 他们没有去攻击降魔金刚 而是直奔苍穹之上的浮空飞艇 数百只羽焰瞄准浮空飞艇的动力涡轮 如子弹般飞进涡轮引擎里 无相 纸叠的羽焰从白色骤然变成青铁色泽 仿佛一下子从纸质变成了铁质 它们浴火却没有燃烧 宛如钢铁般撞击在涡轮上 当当当的金铁骄鸣声响彻天际 甲级浮空飞艇的主动力涡轮冒起黑烟来 原来 无相的含义是改变折纸的形态 可以让小条蛙长出獠牙 可以让雨烟化做钢铁之躯 这无相 应该是禁忌物的二节状态 沁尘喊道 甲级浮空飞艇 都有两个备用动力涡轮 你毁坏一个没用啊 而且 就算全毁掉 它也有反重力装置 掉不下来 大宇美好气道 还用你说 先费了它的动力 不然等会儿怎么跑 说着 它竟是又从手心里 接连扯出三四个背包来 上千只羽焰盘旋升空 在天上双轨盘旋着 宛如DNA链条般 向浮空飞艇冲击过去 第二舰队的上万架 无人机 倾巢而出 铺天盖地的 就像是蝗灾过境 但钢铁材质的雨烟丝毫不拒 竟在这密密麻麻的 无人机木布上 撕开了一条缺口 朝着甲级浮空飞艇上的 涡轮引擎撞击过去 浮空飞艇的涡轮 本就有防鸟状的防护 但这防护能防一般的鸟类 却防不住被无相信号 加持的雨烟 大雨 这次真的下血本了 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只见甲级浮空飞艇的涡轮 全部冒出黑烟来 并被逼着重新上升高度 庆尘好奇道 你哪来的这么多雨烟 上次在002号禁忌之地外面 不是用完了吗 小雨让荒野聚居地村民 帮我叠的 大雨没好气道 那边村民热心得很 自耳得帮他们盖房子 他们就坐在旁边 帮小雨叠雨烟 庆尘喊道 再放出来点啊 把其他浮空飞艇也打熄火 他们可没有反重力装置 另外 再把那个降魔金刚也弄死 大雨没好气道 这近纪物的极限 就是一天操控1800只折纸动物 你以为我是什么 已经到极限了 可就在此时 大雨从手心里 抽出一只花肘拧碎 下一秒 庆尘愣住了 他竟看到师父李淑彤 穿着白色练功符落在地上 面色平静地 朝向魔金刚走去 什么鬼 师父怎么会突然出现 不对 这是大雨的画作 陈鱼画的是满天神佛 而大雨画的竟然是李淑彤 大雨压低了声音喊道 等什么呢 巨踏 那响魔金刚见到李淑彤出现 竟也是一愣 并立刻不再追赶大长老和秦姨姨 缓缓向后退去 庆尘半跪在地上 凝神瞄准远处的翔魔金刚 他以呼吸起伏的身形来调整准心 以绝对的抑制 摒起身上的疼痛 就是翔魔金刚一晃神的功夫 庆尘已经扣动扳机 赵安吉的电流 在枪膛内席卷着 最后化为沸腾痛动的电磁能 将乌星穿甲弹 推出枪口 电磁炮的速度 是肉眼不可见的 连半神也可望不可及 庆尘若是没瞄准还好 一旦瞄准 哪怕是这半神画作 也得立刻暴毙 只见那响魔金刚最后一个头颅被穿透 三个头颅皆死 整个降魔金刚的身躯化为虚影消散 大长老看到此情此景 第一反应便是 刀 一一 我的刀 你的刀 而刺耳队的第一反应 则是看着自己胸前消散的降魔杵 还有井上的空洞 他哀嚎道 我的降魔杵 大禹怒吼 这时候还不走吗 集团军要到了 再不走都得死 陈瑜再放一个话作出来 大家就团灭在这里吧 说话间 大禹跳下树关 就往远方跑去 至于其他人跑不跑 那就不关他的事情了 庆辰跑去 背起陈家章 秦乙捡起黑刀后背上大长老 所有人都亡命奔逃 大长老在秦乙 背上骂骂咧咧说道 陈家章 你们骑士以后 能不能离火堂远点啊 遇见你们 就从来没有碰见过好事 真谈娘的晦气 陈家章也骂咧咧咧地说道 你以为我想啊 你觉得陈氏集团军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们驱使着1300多名难民 过来解析规则 打算穿过08号禁忌之地 去攻击火仆 你以为救你们火速那点人 能抗住陈鱼的手段 不是庆辰坚持要救你们 我们早特么跑了 你以为我们是有多自大 敢跟半神掰掰手腕了 我们还不够人家 一根小指头呢 大长老沉默片刻 有这事 陈家章骂骂咧咧地继续说道 练士是打算 庆士被牵扯在北方时 先把你们给解决掉 没有我们 谁来帮你们火堂 你赶紧回去 跟你们那个老实子神明 烧烧高香吧 这一次 大长老倒是没有再反驳了 其实他也知道 骑士在大原则上 还是相对靠谱 陈鱼淡定地站在指挥室里 他面前摆着一张长长的桌子 铺开一层六尺的画布 上面是画了一半的持国天王 浮空飞艇里已经乱作一团 所有士兵都在努力解决 雨燕带来的威胁 一名军官站在桌边 老板 准备转移到以及浮空飞艇上吧 这艘浮空飞艇 已经没有前进动力了 只能漂浮在原处 陈鱼没有说话 他只是认认真真地 为火神祝容勾勒出红色的头发来 就在这个桌边的画检里 只有两只完成的画轴了 陈鱼勾勒完头发后 轻描淡写地说道 急什么 总共六个人 四个重伤 他们能跑到清里去 不过是带在羔羊罢了 让地面部队跟景点 新式机械猫犬全都派出去 禁忌之地一战后 火昏也不足为虑了 军官 明白了 我这就去传练 混乱的建仓内 陈鱼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站在桌前 仿佛与周遭格格不入 他回忆着 刚刚通过降魔金刚看见的一幕 起初他以为是李淑彤真的来了 要真是李淑彤的话 会非常棘手 这天空中的甲级扶空飞艇 搞不好都会被打穿掉 但现在想来 若是李淑彤真的在场 哪会任由自己重伤四人 恐怕早就出手了 但那不是李淑彤本人 还能是什么呢 画作 这世间唯有陈氏画师 能如此微妙微笑地 临摹出李淑彤的神韵 没有神韵的画作 是无法战斗的 陈鱼细细回想着陈氏画师名录 然后嘴角微微勾起 原来是你 难怪你会画李淑彤 729 大雨绅士之谜 咻 甲级扶空飞艇内 陈鱼站在那张桌子旁 不停回顾着 探索008号禁忌之地以来的诡异事情 先前陈鱼怀疑 是神代在破坏他们的计划 若没有发现沁尘的身影 也就罢了 现在想来 应该都是沁尘搞的鬼 陈鱼觉得 沁尘这个名字很特殊 仿佛有某种魔力 他只要一听 哪件事情里有沁尘 他便要忍不住深思片刻 思考这件事情里 是否有蹊跷的地方 扶空飞艇里忙忙碌碌的 所有人都在准备 撤离甲级扶空飞艇的事情 而陈鱼忽然看向指挥官问道 跟野狐确认一下 地面部队前进的时候 是否有遇见难民的尸体 指挥官惊愕了一秒 他转身赶忙过去 联系陈野狐 结果经确认 地面集团军 在第二次进入禁忌之地后 确实有发现难民的尸体 但数量完全对不上号 一开始 大家没有细想这个事情 只当是被禁忌之地的植物消化掉了 亦或是野兽拖走了 可现在被陈鱼提醒 才惊觉诡异之处 扶空飞艇的指挥官毛骨悚然 老板 是什么诡异的东西 把尸体都吃掉了吗 陈鱼审视了他一眼 这一战结束之后 你从大校降为少校 重新回以及扶空飞艇上 锻炼锻炼再上来 把你地蠢病治好了再回来 指挥官面色一变 也只能低声音了 这位陈氏半神 就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温柔人物 可在家族内做出某个决定 却是没人敢质疑的 先前陈传之离世后 也有人质疑过 但都被陈鱼的铁腕给镇压了 陈鱼说道 那些难民根本就没有死 一切都是假象 我猜 你们抓难民的时候 或许不小心把沁城给抓进来了 他身上应该有禁忌物提线木偶 并利用这件禁忌物全程 策划了这件事情 让陈夜胡重新分析视频 将视频里得到的规则认真分析 趣味存真 直接让一名士兵 在禁忌之地吃东西 没死的话就说明我们被误导了 指挥官立刻去传令了 要知道 很多集团军士兵 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呃的烧心 现在如果确定是被人误抖 那么 横渡008号禁忌之地 就没有那么困难 只是这件事情不能传出去 不然陈氏可就丢人丢大了 此时 陈渝继续说道 你们撤离吧 我就在这里安静作画 也免得你们打扰我 出了事情 就给我发坐标 我有轻牛 随时可到 两天之内 你们没有找到目标踪迹 所有军官薪酬降一级 然后直接放弃追杀他们 直接杀去火塘 说着 陈氏半神挥挥手 是一指挥官退下 而他则将画到了一半的持国天王 放在一边地上 并重新拿出一张画布来 开始在上面勾勒线条 陈渝不愧是画到天才 仅仅勾勒几笔 那画上的人物便已经有了生气 仿佛正对画外怒目而逝 画中之人 头发如火焰般冲天摇曳着 正是火神助容 倒计时24点 左拐 从前面矮坡爬上去 就是藏身之锁了 大长老趴在秦姨椅背上 极其虚弱地说道 沁尘 大宇 Zerd 陈家张 秦姨椅 火堂大长老 这个亡命天涯六人组 此时正穿过一条长长的溶洞 六个人里有三个都被陈渝打成了重伤 沁尘 陈家张 大长老 剩下的三个人 大宇若无其事 跟没事人一样 Zerd则像孕妇一样挺着大肚子 沁尘诧异道 你这干嘛呢 老弱病残及孕妇 咱们前面的都急齐了 还差个孕妇 Zerd认真说道 沁尘 你是要去公交车上抢座位吗 大长老 你们从哪找的这么一个火宝 大宇面无表情地说道 从地里挖出来的 沁尘在山洞里 看见了一些未知的记号 犹如密码一般 大长老则负责破译密码 指引着他们前进 期间 他们还蹚过好几条地下河 哪怕是机械猎犬 也别想根据气味来追踪他们 若是陈氏集团军真的追下来 很有可能全部迷失在这里 按照大长老的指示 他们爬上一处溶洞的矮坡 面前豁然开朗起来 一百多平米的溶洞里 竟然是干燥的 墙壁上挂着八支煤油灯 给溶洞里提供着温度 暖烘烘的 这煤油灯 可以一直烧着吗 沁尘好奇 里面装的是神牛炼出的油脂 很耐用 秦一一解释道 这样一盏煤油灯 填满了牛油 能烧三四年 好东西 溶洞里有七八张雕刻出来的石床 墙根还摆放着数十只半人高的木箱子 沁尘去打开一看 赫然是油布包裹着的枪械 还有食物 以及一些沁尘都没见过的草药 看样子 这里是火塘设置的安全屋 一旦在008号禁忌之地里遇险 大家就会躲藏在这里 大肠老面色惨白 看样子 沉鱼操控降魔金刚给他的一脚 这始终创到他了 他缓缓说道 其他族人没有事 你怎么知道 沁尘问道 按照火塘惯例 一旦遇险 将有十八条溶洞通道 可以来到这里 他们既然没来 那就说明他们很安全 所以不必来 大肠老解释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应该已经按照我的吩咐 离开这个禁忌之地了 秦依依小心翼翼地 将他放在洞里的一个石床上 大肠老指了一个木箱子 里面有咽喉 风干的神牛肉 依依你给大家取出来 让所有受伤的人分掉 里面的神牛肉够 我们吃七天时间 足以愈合所有伤处 神牛肉这么神奇 沁尘眼睛一亮 你们会定期往这里存神牛肉吗 这里还有什么东西 那些草药是干嘛使的 大肠老顿时一惊 你要干嘛 你可别自己一个人进来 万一迷失在这里 可没人救你 这溶洞绵延上百公里 寻常人进得来 出不去 沁尘说道 你们在墙上有记号啊 我看还标着左拐右拐的箭头呢 大肠老解释道 那都是假的 很多记号都是为了误导别人 你可别觉得 顺着记号就能来到这里 这弟弟如迷宫一般错综复杂 沁尘也曾进入过类似的溶洞 那还是 他被神戴云河抓捕的时候 寻常人如果误入此处走得深了 真有可能会迷失方向 困一辈子 都未必能找到出口 大长老劝道 真的 你们这些人 可别随意来这里 我们火堂花了几十年 才将这里莫明白 沁尘沉思两秒 连续出现三个左拐 那么第三个左拐就是右拐 连续出现两个右拐 那么第二个右拐 就是直行 见圆形记号 那就重复先前三个记号的规律前进 见叉 往后记号全都是反的 直到看见下一个圆 对吗 大长老 沁尘点点头说道 看样子总结得没错 大长老看向陈家章 这货是什么脑子 跟我走了一遍 就把所有规律都记住了 沁尘忍着浑身的疼痛 靠在墙边坐下 他笑着说道 你们这规律也不复杂 这两天 我给你弄的新规律 肯定比你这个好用 弄完以后 谁都找不到这里 大长老没好气到 然后让我也找不到是吧 少跟我玩文字游戏 此时大长老已经警惕起来了 以前火堂经常跟李淑桐 陈家章打交道 这俩人虽然坑了点 但都是武夫 充其量就是揍他一顿而已 而且 李淑桐和陈家章也挺给他面子 没有当着火堂族人的面揍过他 这就挺好的 他身为火堂大长老 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所以 他们火堂不怕李淑桐和陈家章这样的歧视 他们最怕的其实是沁尘这种歧视 战斗力高也就算了 还浑身都是心眼 这种歧视 他不光是揍你 还变着花样地坑你 大长老担忧地 看向自家小祖宗 心说 这秦姨 要是跟沁尘在一起了 能玩得过沁尘吗 这俩人加起来总共一千个心眼 沁尘一千二百个 秦姨还道欠沁尘二百个 秦姨从木箱子里拿来草药和牛肉干 他说道 神牛肉的功效有很多 吃下去可以活血化瘀 促进身体生长 草药呢 是治外伤的 但你内脏应该也有破裂的地方 所以 嚼一嚼咽下去 就好 谢谢 沁尘笑着说道 火堂的家底 可真丰厚啊 大长老在一旁生闷气 秦姨送神牛肉和草药 竟然是第一时间给沁尘 而不是给自己 他没好气道 安心在这里养着 等大家把伤羊好了再出去 最多七天时间 不行的 沁尘看向大长老 如果沁尘没有在008号禁忌之地寻找我们 而是直接穿过008号禁忌之地 直抵火堂 到时候 你们火堂有抵抗他的力量吗 大长老愣了一下 坏了 他知道 沁尘不是在故意跟他抬杠 而是沁尔一旦这么做 那么火堂没他在 就跟不设防一样 所有族人都会死 沁尘说道 我们养伤固然重要 但绝对不能彻底藏匿身形 必须时不时给沁尸部队制造一些麻烦 拖住他们 得让他们明白 不杀了我们 他们就算穿过008号禁忌之地 后方也没法安稳 那沁鱼如果硬是要穿过去呢 大长老说道 反正我们几个蝼蚁 也不敢去招惹他这个半神 那我就去找我师父 在002号禁忌之地附近 彻底截断他沁尸的补给线 沁尘缓慢说道 西南是沁尸的地盘 陈氏如今 不过是仗着沁尸被牵制在北方 没工夫搭理他们 可一旦沁尸的补给线被截断 沁尸就一定不会放弃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当然 代价就是 火堂的族人 一个都没法幸免 肯定死在沁尸前面了 如果沁尘是沁尸的指挥官 那么最优解 就是抛弃火堂 将沁鱼直接杀死在西南 这样一来 沁尸必然内乱 沁尸与李氏 沁尘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但从他个人角度 他不想放弃火堂 那里还有数千条生命 他也不是沁尸的指挥官 大长老站起身来 剧烈的疼痛 让他呲牙咧嘴起来 胡须不停地颤抖着 我们不能让沁尸就这么穿过去 沁尘哭笑不得 那也不能急这一会儿 耐心养伤 我有我的计划 大长老一听沁尘这么说 顿时决定听沁尘的 他也很有自知之明 完心眼之时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 沁尘说道 在杀出去骚扰城市之前 我要先熟悉这个溶洞的所有地形 你得带我走一遍 另外 你得把我们不被禁忌之地杀死 言下之意就是 大长老的示范一下 如何规避这里的规则 等于是将008号禁忌之地 拱手送给骑士了 大长老思索再三 最终咬牙道 可以 一边是火堂族人的性命 一边是自由出入008号禁忌之地的权限 他懂得如何取舍 但比较痛苦的是 大长老不确定 沁尘会不会像他前辈一样 因此都往这里种个人 形成新规则 骑士的人品 那真是大熊猫点外卖 损到家了 所以 这008号禁忌之地几十年后 八成会像10号禁忌之地一样 成为骑士的自留地 晦气 就在此时 陈家章忽然看向大禹 你为什么会画我师弟李舒童 大禹别过脸去 没有说话 陈家章不依不饶地又问 你母亲是谁 是不是陈宁之 大禹冷笑着说道 这位阿伯 你已经不是陈室的人了 少来打听我陈室的事情 陈家章说道 你是不是陈宁之的儿子 大禹冷笑一声 没有回答 庆尘愣住了 没有回答的态度 本身就是一种答案了 他知道陈家章这么问 肯定事出有因 其实他也觉得很奇怪 大禹是陈室的人 陈室的人都喜欢画漫天神佛 结果大禹却画了李舒童 这事就非常离谱 要是他庆尘得到了陈室传承 画李舒童还说得过去 因为那是他最敬仰的师父 但大禹这么做 真的说不过去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陈宁之恐怕就是当年 与李舒童相爱过的女人 而李舒童与陈船之一战后 陈宁之迫于家族压力 与李舒童断绝往来时 其实已经怀有身孕 后来在李舒童不知情的情况下 用人造子宫秘密 生下了大禹 所以 大禹是师父李舒童的亲生儿子 大禹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 于是画下了自己的父亲 少年崇拜父亲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 父亲还是一位联邦最知名的半神 品行 样貌 为人 都被人称赞的半神 如果大禹知道 父亲是这样一位人物 而且了解当年的恩怨情怀 自然会对父亲产生一些思念 而且 陈宁之是陈室家主这一戏的核心人物 立场上也能对得上了 大禹真的是师父的儿子 除此之外 庆程想不到别的可能性了 庆程看向大禹 心情忽然复杂起来 师父自己知道这是不 大禹冷冷地瞥了庆程一眼 少把你那脑筋 用在我身上 睡了 说着 他大摇大摆地躺在石床上 没一会儿便睡着了 自从大禹遇见庆程 他的身体就一直处于透支精神抑制的状态 战斗就没有停下来过 也是倒霉催的 庆程缓缓站起身来 其他人休息吧 姨姨 你背着大长老 我们现在去认路 十二个小时内 我要将这里的路 全部确认一遍 陈家章愣了一下 你受伤可比我们众多了 不用休养一下吗 我们就挨了陈玉一下 你可是挨了好几下的 不用 庆程摇摇头 习惯了 四肢百孩的疼痛 侵袭着他的意志 但庆程对这一切 早就习以为常了 当年在A02基地时 他也是这么过来的 秦姨以默默地看着庆程 只觉得 庆程好像没变过 又好像变了许多 他忽然说道 要不我背你吧 大长老他能自己走 大长老 庆程笑着说道 不用的 说着 他转身出了庇护所 随儿队在旁边喊道 我也去 我也去 溶洞里只留下陈家章 与大禹两人 带到所有人离开后 大禹忽然坐起身来 直勾勾地盯着陈家章说道 不要再乱猜了 你们当年的恩怨情仇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陈家章沉默了 大禹似乎还有心结 倒计十八点 溶洞在地底的分支 足有上万条 但能够抵达地面的路 只有十八条 庆程站在一处分岔路口问道 哪条是去地面的 中间那条 大长老在情依依背上虚弱地说道 旁边三条岔路通往哪里 大长老仔细看了一眼标记 第一条的镜头是地下河 但我也不知道 这地下河是通向哪里的 第二条是死路 往前走几百米 就没有路了 第三条是个悬崖 比较奇怪的是 那悬崖上有人类开凿痕迹 好像有人葬在了悬崖之下 那里还有个虫窝 他们也不攻击人 但看起来很恶心 庆程忽然有种看鬼吹灯的感觉 但他对盗墓实在没什么兴趣 里面冲击量就是点金银珠宝 这时 庆程呕出一口血来 但他像没事人一样擦了擦 便继续记录地形 大长老周梅道 你没事吧 没事 体内的淤血而已 庆程说道 他此时转头看仙子儿的 我听到头顶有军靴踩他地面的声音了 准备战斗 先给陈氏一点惊喜 庆程要依托着这里的复杂地形 跟一整个陈氏集团军缠斗 让对方无法顺利通过禁忌之地 说完 他快速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甚至连记号都不用看的 大长老头皮一阵发麻 他只觉得 这里已经是庆程的地盘了 730 卡禁忌之地的Bug 休 此时此刻 昏暗的溶洞里 大长老正拿水囊到了点 水滴在了眼睛上 然后他摇摇头 失意不能这么做 庆程知道 大长老这是在用笔画的方式 告诉他们规则是什么 要知道 在禁忌之地内 是不能讨论规则的 判定的依据 是成体系的语言 曾经有人在禁忌之地里 用画画的形式告诉同伴规则 却没有被制裁 但是有人尝试 在纸上写下文字来传递规则 就会被判断为触发规则 哪怕是错误的猜测也不行 一旦规则判定你是在猜测规则 整个禁忌之地就会立马与你为敌 这也是庆程学习画画的原因之一 先前他就是在地上画画 将规则模糊地转告给Zerd 大宇 陈家章的 全靠大家心领神会 某一刻 庆程在想一个事情 这个城体系的语言判定 再具体一点会不会是 不能用中文来讨论规则 以002号禁忌之地的老家伙们为例 超凡者死后地意识 未必是转世投胎或者消散了 很有可能是被某种形式 禁锢在了这个禁忌之地里 成为这里的主宰 超凡者生前与世界意志融合 死后则因为融合程度不同 意识仍被世界意志保留 成为一方诸侯 有些禁忌之地的主宰意识是模糊的 他们秉持着原则 以自己的喜好 来约束所有进入那里的人 例如008 有些禁忌之地的主宰意识是清晰的 他们保留着生前的思维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思考 甚至有豁免权 例如002 老家伙们就可以有选择的豁免歧视 001号禁忌之地好像也是如此 那里之所以能够任由人小宿 庆诊等活人制定规则 也是因为那些形成001号禁忌之地的超凡者 本就是这两个人的下属 所以 如果是由那些超凡者的意志 来管理禁忌之地的话 那么 在禁忌之地里 用英语 日语 德语讨论规则 是否可以 反正这禁忌之地里的意识 也听不懂 现在 庆诊不光是想卡进忌物的bug 他甚至还想卡禁忌之地的bug 若不是现在实际不合适 他或许会直接站在008号禁忌之地的边缘 用英语把规则说出来 看看是否会被禁忌之地攻击 庆诊觉得可行 此时 大长老想要传递的这条规则 他已经知道了 不能流泪 哪怕你被人打哭了 或者眼睛被阳光刺痛流下眼泪 也是不可以的 先前救难民的时候 有好些的难民偷偷哭泣 结果触发了规则 想救都救不了 然而 Zerd在一旁兴奋道 难道是不能洗脸 庆诊面色一变 大长老面色也一变 庆诊万万没想到 Zerd竟然直接说出声来 不好 下一秒 庆诊听到有毒蛇吐信的声音 一条毒蛇从昏暗的角落里 骤然朝Zerd扑去 一口咬在了他的脖梗上 紧接着 Zerd若无其事地将毒蛇扯下来 掰断了他的两根毒牙 继续猜到 难道是不能滴眼药水 庆诊看到 Zerd脚边的那条小蛇 委屈巴巴的 没有再攻击Zerd 而是落荒而逃了 再反观这位神经病 屁事都没有 脖梗上被毒蛇咬出的两个洞 也快速抹平了 庆诊和大长老都一同震惊了 Zerd竟然屁事都没有 等等 禁忌之地 虽然与Zerd为敌 让毒蛇 毒虫咬他 可这货全身都是沙土啊 物理攻击免疫不说 身体里连血管都没有了 你咬他有什么用呢 除非用火烧 不然Zerd就是完全不死的存在啊 禁忌之地里的攻击方式 基本都是物理为主 除非有猪雀那样的神奇生物 但有那种生物的禁忌之地 少之又少 也就是说 Zerd可以在禁忌之地里横着走 庆诊辛辛苦苦地想要卡Bug 可A极土元素细绝行者 在禁忌之地里 本身就是一个Bug 他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大长老也震惊了 他只是隐约觉得 一个骑士配上一个这种 在禁忌之地里横着走的Bug 会出大事 Zerd这边还在兴奋地说道 是不是不能流泪 哗啦啦 溶洞里一大群蝙蝠飞过来 在Zerd身上撕咬一番 结果牙都被崩掉了 Zerd一点事都没有 大长老这边点头也不是 摇头也不是 Zerd可以把规则说出来 但他不能回应啊 严肃的禁忌之地规则 竟然被Zerd给完成了 你比划我猜的游戏 而且还玩得不亦乐乎 大长老只能不回答 然后去比划下一个规则 只见他扯下一根头发 然后塞进了鼻孔里 半根在鼻孔 半根在外面 这个规则 沁尘也知道 鼻毛不能超过鼻孔 却听Zerd亢奋猜到 不能装傻子 大长老 他只觉得 自己这一辈子的糟心事 都没这两天多 沁尘说道 算了 我有新的计划 让我先把路给任全 然后就可以给城市集团军制造麻烦了 大长老给沁尘介绍标记的完整规律时 其实留了一个心眼 他们手里有禁忌物S106清洁工的墙刷 这东西只要沾水 就可以擦掉墙壁上的任何涂鸦 哪怕是 刻在墙上的 所以 大长老以后 只需要等战斗结束了 拿墙刷 把墙上的就标记刷掉 然后换上新的标记 沁尘就再也找不到安全屋了 他心中还窃喜着 到时候改完标记 只让你找不到安全屋 但可以给你留一条活着出去的路 这算是火塘对骑士组织最大的善意了 想惦记我们安全屋里的神牛肉和草药 门都没有啊 谁能想到 刻在石墙上的标记 也能擦掉吗 想不到吧 大长老心中乐呵呵地想着 面上却依然很严肃 昏暗的溶洞里 沁尘站在洞口 静静聆听着外面的脚步声 一百人 有点太少了 而且我听见他们说 有一支部队 已经开始横穿008号禁忌之地 准备在西南建设前进基地 如果还找不到我们 就要放弃寻找了 这个洞口很隐蔽 火塘族人 甚至还专门为洞口移置上了草皮 从外面看起来天衣无缝 沁尘都不用打开洞口 光听声音 就能判断出多少人 秦义笑着赞叹道 好厉害 大长老小声嘀咕道 这有什么 我也能听出来多少人 二十年前就能听出来了 沁尘没有搭理他 只是默默地又观察了片刻 立马转身 我们去七号洞口 那里的陈氏集团军更多一点 先拿他们开刀 大长老吐槽道 你疯了吧 大家身体是什么状况 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挑人多的地方动手 秦义担忧道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无法支撑战斗 要不你休息一下 我和大长老跟他们打 大长老叹息道 我上辈子 一定欠了歧视几个亿 才让我这辈子 背上了这种面 沁尘笑着说道 不用 我们有子二的啊 说着 他转身轻车熟路地 朝七号洞口跑去 大长老趴在秦义义的背上 整个人都不好了 自己每次进来 都还得认真观察标记 记录标记 而这个沁尘 甚至都没有去看那些标记 大长老非常确定 沁尘确实没有看标记啊 他急眼了 等会儿 你怎么不看标记啊 被带错路了 放心 都在脑子里了 沁尘说道 可你带错路了呀 这不是 去七号洞口的路 大长老喊道 没事 这条路更近 你们之前标记的路有点远 沁尘回应道 大长老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小子 只是走了一遍主要通道 就把这溶洞的通道地形 给全部记住了 甚至都不用看标记的 而且 还能重新规划线路 这特么 大长老现在开始有点害怕了 万一沁尘把这个溶洞里的标记 全都毁掉 那就只有骑士能进来这里了 秦义天真的好奇道 大长老 这个也能做到吗 大长老的脸 瞬间憋红 嗯 甭管能不能 气势上不能输给沁尘 众人来到七号洞口 这里是一个开在山腰上的洞穴 洞穴被密密麻麻的藤蔓遮掩住 而洞穴外 是九米左右的断崖 从外面想要进入洞穴 得拉着这藤蔓爬上这九米高度才行 大长老疑惑 这个洞口可不好进出啊 你出去杀他们 回来的时候还要费尽地进洞 不用去找他们 让他们来找我们 庆尘用提线木偶 在手掌上割开了一点点 并挤出一滴鲜血 落在洞穴外的藤蔓上 在这骑士安全屋里 想杀他们易如反掌 不过 现在对我们威胁最大的 并不是人 而是狗 大长老听得很认真 但他马上就面色一变 这怎么就成骑士安全屋了 更多的陈氏集团军 正在开拔启程 目标就是 008号禁忌之地 禁忌之地的茂密森林里 陈氏部队如蝗虫过境般 展开地毯式搜索 机械猎犬低头在灌木丛里嗅着 试图寻找庆尘等人的踪迹 他们已经全都在战斗场地里 嗅过鲜血了 并用改造过的身体器官 清楚地记住了那些气味的特征 一旦气味出现在方圆五公里之内 他们必然能够发现 就在此时 一条机械猎犬忽然昂起头来 脑内芯片迅速处理着空气中的气味分子 紧接着 他狂吠两声立刻朝七号洞口狂奔而去 陈氏士兵们眼睛一亮 并在通讯频道里喊道 已找到目标 重复 机械猎犬已经找到目标 第一野战营是最先抵达七号洞口的 起初他们根本没发现 藤蔓遮挡下的洞口 随着数十只机械猎犬 仰头狂吠不止 才有人隐约发现 藤蔓背后还有个山洞 侦察连 你们派一个作战班组进去查看 营长指挥道 心中盈盈有些亢奋 终于被他找到了对方的踪迹 但是这件事情就值一个二等功了 说话间 一个牌的侦察兵将藤蔓荡成绳索 干脆果断地爬到了洞口旁边 他悄悄用强光手电往里面照去 却发现洞窟深邃 里面什么都没有 洞口无异常 未发现目标 但这里是个错综复杂的熔洞 必须由机械猎犬带路才行 侦察兵说道 请求运送机械猎犬上来搜索熔洞 并扫描地形 陈氏新型机械猎犬不仅可以负责追踪 还可以依靠强大的机动能力 将看见过的地形全部扫描进炉内芯片 并上传至浮空飞艇的处理器 制作全息沙盘 这种能力是刚好适合针对复杂地形的 一旦机械猎犬将溶洞扫描完毕 那么陈氏就等于拥有了溶洞的完整地图 陈氏士兵在洞口架好传动设备 将一条条机械猎犬给掉到溶洞里 足有70多条 野战营营长在外面指挥道 开始扫描溶洞 他们就在这溶洞里藏不了太久 然而他下令之后 却没有人回令了 营长愕然看向洞口 什么情况 却听洞里有人喊道 营长 刚刚有个人影一闪而过 机械猎犬全都倒在地上 我的扭扣式通讯器也损坏了 营长愕然 电磁脉冲 对方竟然是算准了 自己会调集机械猎犬来扫描地图 结果趁着这个机会 将猎犬全部聚集在一起 然后一口气损毁 在野外想要追踪猎武 机械猎犬比士兵好用多了 自己一次损失了70多条机械猎犬 这会让他们在禁忌之地里 变成瞎子 思索间 上级团长传达命令 不要贸然进入洞穴 他们也一定不敢出来 老板有令 直接将洞口用发炮浇灌住 将这里完全堵死 你不守住这个出口 其他部队直接前往西南雪山 营长明白了 那位半神 是要把沁臣等人堵死在里面 先把火汤拿下再说 收到 营长喊道 宫兵连 给我运风堵洞口的工具来 与此同时 沁臣带着Zard来到溶洞的悬崖边上 准备好了吗 Zard点头 准备好了 开始吧 却见Zard在悬崖边上开始大吼 008号禁忌之地的规则是 不能流眼泪 体质不能超过30% 不能顺管 不能装傻子 随着Zard的话音传播出去 不断在深渊里回荡 那深渊之下 竟忽然传来密密麻麻的沙沙声 仿佛有几万只虫类的角族 踩在悬崖石壁上爬动着 还有他们身上 假靠妈撒在一起的生命 这些平日里 绝对不迈出深渊一部的虫子 竟全在规则制裁的驱使下 被Zard给薅出来了 庆臣看向Zard 却发现对方两腿都在打摆子 他有些差异道 你害怕 你竟然还有害怕的东西 Zard结巴道 这也太多了呀 庆臣哭笑不得 你竟然还有害怕的东西 跑啊 庆臣转身 就往七号洞口跑去 只见Zard紧随其后 而他俩身后 则是密密麻麻的虫子 如黑色狂潮般 将背后的一切洞口 都给掩埋住了 那黑色虫子极其诡异 背后的甲铐上 竟全都长着一张人脸 仿佛那些禁忌之地里死亡的人 灵魂全被禁锢在这些虫子背上 两个人快速狂奔 Zard一边跑孩 一边喊着规则 又害怕又爱玩 一边害怕虫子的数量 一边又生怕虫子不跟来了 他念叨着 不能四肢着地爬行 不能 不能什么来着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尔 烧花鸭 烧厨筹 烧紫鹅 芦煮咸鸭 酱鸡辣肉 松花小肚 洞穴外面 也战营正在运来 封堵洞穴的工具和化学材料 但这才刚有两名士兵 重新爬到洞口 却眼睁睁看到有人怒吼着冲出来 快闪开 轰隆一声 三个人硬生生撞在了一起 洞外的城市士兵 只看到刚刚钻进洞穴的士兵 竟是像被火车撞了一样 倒飞出来 营长定睛一看 撞人的人 不就是他们要追杀的目标吗 这怎么主动跑出来了 开火 打死他 可话音刚落 那洞穴里 竟密密麻麻涌出数不清的黑色人面重来 营长头皮都骂了 这他妈什么鬼东西 他们追着Zerd 对其他人不管不顾 只是 Zerd落地之后 硬生生用双臂遮住脑袋 然后绕了一大圈 等到人面虫全都爬出洞穴之后 他竟然拐了个弯 重新爬回了山洞 那潮水一般的人面虫 跟着他想要冲回去 结果 Zerd进去以后 立马操控山体沙利化 竟是将洞穴给结结实实地堵上了 营长 洞外只剩下人面虫何也占营了 人面虫聚在洞口 完命地往里面钻 可A级土原素绝行者构筑的沙墙 哪是他们能钻动的 渐渐地 人面虫停下来 不再钻动 他们慢慢转过身来 滋滋叫唤着 看向了不远处的陈氏野战营 现在人面虫非常生气 他们跑了那么远 人没追上也就算了 家还没了 人类太狗了 刹那间 这茫茫多的黑色人面虫 朝野战营扑去 营长在通讯频道里怒吼着 支援 请求支援 我不被不明虫类生物袭击 洞里 火堂大长老正正地看着沁尘 这禁忌之地 真是让你给完明白了 沁尘忽然说道 我在资料里看过人面虫 他们曾是火种公司 用来守护研究基地的生物 被编写过特殊的基因 所以 那悬崖之下 是火种公司的某个秘密基地 火种公司 是火种军校 与禁忌裁判所的前身 沁尘来了兴趣 如果你的火车就留着 请不吝点赞onto